本是学院平平无奇的废柴少年 却觉醒了世界最强的天赋 一切普通技能都会被强化成尽咒 只是随着一个机器 杀棒 只因这是一个全民转职的时代 废柴的宁峰也明白自己的天赋 天天抱着手机自暴自弃地玩着游戏 可他青梅竹马的汪月却看不惯他这死出 马上就要觉醒考试了 居然还在这玩游戏 宁峰只能打着哈哈要抱汪大美你的大腿 汪月受不了他这副笑嘻嘻的模样 直接给他来了一记所喉 二人的打闹也惹得旁观的众人躁动 汪月是16岁觉醒五星职业的天才 根本不乏拥护者 看着眼前女神的另一面 众人也只能咬牙切齿 唾弃宁峰不配拥有 在这个游戏现实融合的世界 年满16岁便有机会觉醒异能 成为人们所称为的冒险者 18岁的宁峰却满脸淡然 这已经是他第三次参加觉醒 在汪月的逼迫下也只能来走走过场 身为全校第一个传奇人物 出场也受到众人的嘲笑议论 宁峰也不以为意的来到金石堂 随着手放在金石上 宁峰也明白如往常般的结果 可下一刻金石发出耀眼的蓝光 就算是他也不禁瞳孔咒作 金石发生反应就代表着肯定能觉醒 而蓝色光芒则代表着是法术系觉醒 也会自动习得初始技能 此时的宁峰也完成觉醒 觉醒一星 习得技能 以找数 身后的齐薇老师也不禁惋惜 而下方的人群也开始了猛烈嘲笑 此时 齐薇老师也询问着宁峰觉醒的技能 喊了几声后 宁峰才如惊醒般 齐薇以为是他受到了很大的打击 沉寂了那么久 到头来却仍然是一个异性 随后伸手将装备给予宁峰 换好就到下一关去 而宁峰还处于刚才觉醒的震惊中 原来刚刚他还另外觉醒系统 并且获得两个被动技能 黑暗同源 已不会遭受黑暗之力反噬 使用静咒时没有任何代价 奥秘赠礼 静咒可以每周无消耗释放一次 但黑暗之力是这个世界最邪恶的力量 而静咒更是属于最高等级的法术 这跟我有什么关系 而在此时 刚刚习得的泥沼树开始自动蜕变 黑化成静咒 绘土屈翘 这突如其来的一幕让他一脸猛逼 这又是黑化又是静咒的 听起来不太妙 希望不会影响自己接下来的实战测试吧 随后众人便来到了下一关 这关的规则是50人一组 进入秘境与怪物对战熟悉技能 好生不可以组队 不可以互相攻击 会有无人机监督 凝峰在穿戴装备的同时 也查探起刚刚黑化的静咒技能 晦土屈翘 召唤异世界的黑暗之力 形成保护罩 能够碾碎一切靠近的敌人 此刻他也忍不住担心 这会不会是什么邪恶法术 如果被别人发现了自己就惨了 凝峰怀着忐忑的心情前往秘境 秘境之中与外界截然不同 此时先进入的人已经开始了战斗 他们各自施展着技能消灭戈布林 由于全场变故无人机的监控 凝峰暂时不敢随便使出进手 也没有其他攻击的手段 现在只能先躲藏寻找机会 秘境外的周队长面露不满 别人都在杀怪练集 这小子在干什么 齐老师也解释道 凝峰觉醒的比较晚 并且激活的技能还是防御法术 不太适合单兵作战 周队长文言就想直接取消他的考试资格 不料此时的监控画面突然发生异常 研究员此刻正在检查原因 经检测 秘境中出现高于平均值的力量波动 周队长忙让人去查看里面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此时秘境内 一个学员满脸惊恐的直接尿了出来 只见他眼前一个刀疤哥布林正满脸凶光的盯着他 在他身后一群哥布林军团在等待着命令 杀戮罢族人们 让这些入侵者全都葬身于此 这是一只无人机在他头上温温作响 只见他一拳伸出便将无人机摧毁 掉落的残骸却正中冥锋脑袋 谁这么没功德心啊 这里的动静直接把哥布林吸引过来 此时他一脸猛逼 刀疤哥布林阴瑟瑟的笑着 没想到这里居然藏着一只小虫子 随后便指挥手下把这个人类给解决掉 而此刻秘境中的无人机已经全部被摧毁 这不刚好可以试试刚刚得到的技能吗 随即伸出一只手 黑暗的能量不断聚集在其周身 刀疤哥布林似乎感受到了不祥的预感 只见冥锋大喊一声 惠主屈翘 无数骷髅头从地下钻出犹如蔑视一般 与此同时的监控室检测到秘境里 突然爆发一股黑暗之力 并且实力可能到达亡级以上 亡级以上魔物可以毁灭一座城市 为什么考场里会有如此恐怖的存在 刀疤哥布林此刻显得更为震惊 在这股力量中自己的手下在不断地被收割 凝峰也很不适应这股静咒的力量 这个能量甚至实质化地包裹着他的双手 黏黏糊糊的很恶心 而这股力量依旧不断地击杀着场上的 哥布林军团 凝峰的经验值也在蹭蹭地往上涨 刀疤哥布林十分震惊 人类竟然拥有如此强大的黑暗之力 眼看着攻击朝自己袭来 刀疤哥布林刚想逃却发现自己动不了了 只能留下一声哀嚎便消失在这个世上 解决完哥布林军团后 凝峰的等级直接来到了10级 往年的实战测试他们顶多能升个一两级 自己真的是太优秀了 同时精英怪出现在考场的事情 也让他很是疑惑 思索间 他面前也出现了许多掉落的战利品 其中竟然还有两件橙色品质的 先锋挥迹 敏捷属性永久加十 以前从来没见过这种东西 徒引勾找 等级要求20 有一定几率触发连击 虽然现在用不了 但是可以卖到不少钱了 这下子人生巅峰近在眼前 这是一道通报传来 要求考生放弃测试 并且立马撤离 广过神的他此时也开始注意周围 周围已经一片荒芜 静咒的威力竟然恐怖如斯 凝峰赶快拿出了传送卷种 这玩意不能被别人发现 得赶紧跑 此时的秘境入口 众人的身影纷纷被传送出来 看到人骑 周队长让众人立马离开这里 马上回城 他一脸凝重 那股黑暗能量就算加上这里所有的人 也无法抗衡 然而下一刻 周队长突然收到消息 黑暗力量源突然消失了 这把他吓了一跳 该不会是那魔物跑出来了吧 这已经超出了齐老师能处理的范围 他立马就上报高层 并且快速指挥不得声张 启动封印阵法 只留一个出口让无关人员撤离 凝峰还想询问发生什么事了 齐老师赶忙关心他的情况 随后让他快点离开这里 之后学校便宣布停课 凝峰搞不懂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 汪月告诉他当时考场检测到了不明力量源 所以将全校都封锁了 凝峰不认为是自己的问题 还以为是那个来历不明的精英怪 此时汪月看着无精打采的凝峰 还以为测试被中途打断对他打击很大 为了让他振作起来 汪月便邀请他一起组队练几 凝峰连忙白手拒绝 自己只会黑暗尽数 总不能当着别人的面用马 那不得被抓起来切片研究 就算是青梅竹马也不行 但汪月却不容他反驳 约好明早八点在西区大门间 便投也不回地离开了 没给凝峰一点拒绝的机会 这把凝峰气得够呛 想着干脆装病算了 但是想到汪月的性格还是放弃了这个想法 进入交易所后 一个充满风情的销售迎接上来 先生有什么可以帮到您 随即凝峰向其表达出自己想要的装备 但销售却没为他寻找合适的装备 反而推荐他购买其他的高阶装备 凝峰文言连忙白手表示自己只是临时用一下 没必要买更高阶的装备 销售见状只当他是一个穷鬼转身便离开 然后随手便让新来的销售服务凝峰 新来的销售也没有代码 带着凝峰逛了好几家店 最终宁峰还是选中了一枚戒指完成交易 随后便问起销售哪里可以出售战利品 在他的指引下来到了鉴定室 里面坐着一个露出一颗大金牙的王大师 宁峰立马拿出土影勾招给王大师鉴定 王大师立马开启技能鉴定 并且询问宁峰对价格有什么要求 宁峰哪里懂这件装备的价格 只能说到价格越高越好 王大师文言也立马去联系客户 并让销售阳星招待好宁峰 经过一段时间的等待 王大师也回到了鉴定室 当得知卖出五万金利的时候 宁峰也一阵愕然 而这个细节也被杨星敏锐地捕捉 宁峰对这次的交易很是满意 当即便跟王大师办好了手续 此时外面的销售全然不知道他错过了什么 还在嘲讽着宁峰式的穷鬼 一会功夫 王大师便带着宁峰走了出来 没一阵他们就了解到宁峰刚刚卖了一件装备 这时的女销售显然长子都已经毁清了 经过一晚上的测试 宁峰发现装备自带的法术不会净化成定数 这下子就不怕会暴露能力了 次日 宁峰奈着六亲不认的步伐来到了西区 当看到汪月的时候 元气满满地打了个招 然而另一声呼唤吸引了汪月 一支装备精良的小队走了过来 汪月热情地介绍道 这是自己工会成员 可有两人却一脸不爽地看着宁峰 二人的眼神让宁峰猛逼 可为首地照成看向汪月迅速变脸 月儿我记得你已经快二转了吧 凌峰一惊 每三十级才能完成一次转值 汪月都已经快六十级了嘛 只见他拿出一瓶药水递向汪月 其他队员看到也被震惊到 这是永久增加属性的高阶药剂 普遍售价都很贵 赵成自然也不放过这种状态的机会 两三乱金币而已 我还不放在眼里 话还没说完就被汪月拒绝 好一心领了 礼物你拿回去吧 也不给赵成说话的机会 转身便准备离开 赵成感觉失了面子 伸手便指着凌峰开喷 你真的要在这种废物身上浪费时间吗 一心的废物 这辈子都不可能有什么出息 凌峰则无语 真想一个静咒就给他嘎了 随后转身不屑地看着他 区区一个加三敏捷的药剂也有脸拿出来 顿战士也在一旁拱火嘲讽 赵成表示只要你拿得出来 我跪下给你磕头 听见这句话的凌峰瞬间来劲 右手一道晨光闪出 汪月这是我送给你的礼物 先锋挥迹 汪月则两眼猛逼 这是啥以前从来没有见过 众人也不可思议 怎么可能有永久加时的道具 凌峰也不过多解释 便将其递到汪月身前 先锋挥迹也化为金光向汪月融合 感受到加成后 汪月也兴奋了 属性真的永久增加了 赵成此时已经冷汗直流 磕头记得响一点 我耳背听不清 众目睽睽下的赵成骑虎难下 团员也避而远之 过于压力 双腿落下 重重一声响起 凌峰也没有太在意 白白手就拉着汪月离去 汪月为自己队友 这样对待凌峰感到愧疚 凌峰露出笑脸煽情道 你不用陪我的 我更希望你早点完成 二转考上更好的大学 汪月见他这样子 以为他要自暴自弃 立马就慌了 随即拿出早就准备好的技能书 等你升到相应的级别 就把他们都学了 清一色的都是紫色品质 虽然比不上先锋挥迹 但也很贵 凌峰也没有拒绝他的好意 随后便来到 逆境险恶墓园的外围 开启了漫长的刷怪时间 而有了快六十级的汪月打怪 凌峰也只能在旁边 手笔666蹭惊艳 但是这里的惊艳值太低 又不能告诉汪月 自己已经十级了 在他苦恼的时候 汪月的手机忽然响起 是刚刚的圣职者 月儿 刚刚收到消息 大boss舵法巫妖即将出现 机会难得 你要过来吗 在汪月接到组队邀请后 凌峰也终于得到解脱 那你去安全区等我 不能乱跑 此时的他兴高采烈 终于能去偷boss 随后便目送着汪月离开 凌峰眼神瞬间凌厉 大boss都出现了 看来今天没有白来 幸好昨天学习了两个技能 正好可以试试威力 可惜现在十级只有三个技能栏 不然可以将汪月送的技能书用掉 凌峰决定现在先去偷个boss 提升一下自己的等级先 但在险恶墓园中 怪物众多 boss只在秘境深处的高塔出现 不少队伍已经闻风而来 最前方也已经开始爆发大规模战斗 首当其冲的 就是汪月和赵成所在的速尸工会 而这时的秘境险恶墓园深处的高塔 一个传送门忽然出现 凌峰从中走出 不愧是静咒级的空间魔法 仅仅一瞬便到达目的地 极形数所蜕变的虚空岛形 虽然只能持续一个小时 但也已经足够 此时的地面冒出一团黑炎 舵法巫妖从中显现出来 然而就被突然出现的凌峰吓了一跳 抬手便施展技能拉开距离 看着技能砸向凌峰后 巫妖也渐渐缓过神 不自量力的冒险者 你怎么敢一个人就来的 但此时的凌峰已经传送到了巫妖身后 因为我要把战力品都拿到手 还不等他有所反应 凌峰已经抬手使出 由火球术蜕变的黑暗静咒 天陨火雨 刹那间 无数带火的陨石向巫妖砸去 撞击产生了巨大的爆炸 当灰尘散去 却只见凌峰的身影出现 伴随一连串的提示声 周围的小怪也连带着被消灭 随着最后击杀剁法巫妖的 五万经验值到账 自己的等级从十级直接来到三十级 看着这次掉落的三件成色品质的装备 凌峰首先拿起巫妖灰剂开始吸收 系统的声音也随着响起 检测到特殊物品巫妖灰剂 转职时可开启隐藏职业亡灵巫师 或激活隐藏职业全系法神前置任务 凌峰十分惊喜 隐藏职业天生罕见 没想到这些灰激 是激活隐藏职业的关键 而真男人要当就当全系法神 随后便选择激活全系法师前置任务 此时的另一边 因为凌峰天云火雨的覆盖 黑暗能量一部分泄漏 导致魔法波动席捷 让赵成和汪月也不得不撤退 罪魁祸首凌峰则已经潇洒离去 来到了转职大厅 进门后便有一名人员接待 您好是来领取转职任务吗 说罢便开始登记凌峰的资料 也没有因为凌峰十八岁 才一转做嘲讽 紧接着主妇流程操作后便离开 这时也有一名人员紧急来放 那股黑暗力量在险恶墓园再次出现 短短两天出现两次 王级威胁让上级注意 而委派他前来的墓子 则是请求女人所在的孤影小队出动 凌峰此时领到自己的转职任务 可冒出的不仅仅只有亡灵巫师任务 还有着前面所选的全系法神任务 他依然选择了全系法神的任务 隐藏职业的特殊性 任务难度也上升到S级 与此同时 险恶墓园密境深处 因为黑暗能量的特殊 国家也出动孤影小队前往调查 而这个组织的存在非常特殊 其中成员都拥有罕见的隐藏职业 并且能够运用黑暗之力进行战斗 可现场的残骸也让他们无计可施 强大的黑暗之力即使消散很多 仍然四处充斥着 现场也没有任何蛛丝马进 人员开始怀疑罪魁破手是不是怪物 会不会跟孤影小队一样似的特殊能力者 然而这种等级的黑暗之力 不是人类能承受的 不管是好是坏 都必须几快找到了 而此时的凝峰回到家整个宜然自得 升到30级后多出4个技能栏 想到这 他就将汪月宋的技能书给学了 同时新技能奥法护盾和静咒绘土去鞘自动融合 形成新的被动技能绘土手艺 凝峰也没想到 静咒竟可以融合低阶法术 生成新的效果 另外的新技能洛檐树和绘土去鞘 天允火与一起融合 得到被动技能土元素精通 所有土系法术效果加20% 虽然用了两本技能书 但技能栏还是空了4格 第二天凝峰便来到交易所 也浑然不理上次的势力眼 静止便走向里面 此时势力眼还想着争取一下 对着凝峰骚手弄自一番 但凝峰丝毫不理会他 这把他气得够呛 这是一道脚步声传来 杨星级匆匆地赶了过来 自己在后面吃口饭 听同事说凝峰来了 就赶紧跑过来了 看着他们有说有笑 势力眼气的脑袋都冒烟了 随即他们找到王大师 拿出打倒舵法巫妖掉落的 两本技能书打算计算 并且表示还要买一些 法师的技能书 王大师则陷入沉思 竟然是紫色技能书 随即派人了解凝峰的背景 晚饭过后他们便各自告别 杨星搭个砖车前往医院 原来他爸爸在医院躺着 凝峰带给他的提成 足够他爸爸这个月的医药费了 想着就流下了感动的泪水 突然一阵玻璃破碎的声音传出 只见一道尖刺将司机洞穿 鲜血和玻璃在杨星面前飘过 他此时还没反应过来 就看见无数个魔物 从传送门中钻出 而车前正站着其中一只怪物 杨星赶忙离开了车子 满脸的不敢置信 安全区居然出现了怪物 此时怪物已经来到了他的身后 他瞬间有些不知所措 怪物抬起立爪便向他攻击过来 就在这时 一个人影出现在杨星身前 紧紧一击就将怪物失手分离 解决后便让杨星寻找安全的地方躲着 此时的周围也已经被黑暗之力腐坏 秘境已经开始与现实融合 而这些秘境出来的怪物 一心的普通人无法应对 这是一个爪子袭赖 男人一个闪身躲过偷袭 一脸凝重地看着出现的人 是变异者吗 可在对面人类一般的怪物却不屑一笑 我不是那种垃圾祸色 是黑暗之力的眷顾者 男人一正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 但是现在不是纠结的时候 随后挥剑砍向眷顾者 然而眷顾者一拳就把男人轰飞 对面至少三转以上的实力让他震惊 面对着拥有黑暗之力的眷顾者 男人很快就败下阵来 就当眷顾者沉迷于自己的力量时 胸口的声音将其拉回现实 卑微的人类 不要自我逃罪了 你的力量是我赐予的 如果没有我 你将和你的同类一样只是土里的爬虫 仅仅只是声音救下的眷顾者跪地求饶 向我证明你还有存在的价值 把这座城里的人全都作为忌品 而这时宁峰才慢悠悠从厕所走出 看见眼前的场景是顿时一愣 自己只是上一趟厕所 天崩了吗 外面已经杀得昏天暗地了 一旁的魔物注意到刚出来的宁峰 瞬间一跃就向他冲去 然而还没靠近 一根尖刺就拔地而起将其刺穿 赫然是宁峰的附带法术 遗次言毙 正好试试今天买的武器的威力 当他走出仓馆的大门 就看到了奄奄一息的男人 眷顾者注意到出现的宁峰 迈着自信的步伐向前走去 黑暗之力幻化的手向宁峰抓去 宁峰还没反应过来就被抓住了 然而下一刻眷顾者就变了脸色 宁峰瞬间使用黑暗之力撑开他的手掌 这操作让眷顾者冷汗直流 居然能挡住自己的攻击 眷顾者身上的怪物也出现了 他感受到宁峰身上强大的黑暗之力 瞬间让他不敢轻举妄动 随着宁峰面色一正 竟是将眷顾者的手臂直接震碎 眷顾者此时还想要求助怪物 却没想到怪物直接命令手下全部撤退 仅仅花了半秒钟就全部跑进了传送黑洞 只留下被抛弃的眷顾者 宁峰眼神闪过一丝凶光 最终眷顾者死在了宁峰的尖刺之下 趁着现在四周无人 他也赶忙搜集战利品跑路 不久后孤英小队也来到现场查看情况 但有一个男人已经先一步来到了这里检查 原来他是云外幻境成员杜安 而所谓的云外幻境 是全部由格斗家组成的非官方组织 云外幻境一向形式神秘 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 这个死掉的人是我们组织的背叛者 他协助秘境入侵现实残害同胞 我找了他好几次才找到他 但此时谁也不知道是谁动的手 周队长那么强都全军覆没了 其余是什么时候出现这么厉害的人物了 而厉害人物宁峰已经在家里方忽雀跃了 刚刚掉落的物品中有两件橙色格斗家套装 还有一枚挂坠 却没有任何品质和信息 这也让宁峰好奇 不会有个老不死的藏在里面吧 此时挂坠连接的某一处空间 一头魔物看着宁峰是一动也不敢动 在宁峰猜想里面有没有什么老不死的时候 他立马吓得不成人形 然后让手下切断所有灵气 不要暴露咱们的位置 就算这样也让他心惊胆战吧 第二天的医院中 重伤的周队长也被救回了 在他的回忆中是杜安的出现 敌人就打开秘境猎袭逃走 随即孤影小队又问了一些详细的内容 发现还是没什么进展就离开了 宁峰此时也来到一处被把守的地方 您好我要去做转职任务 可以让我过去吗 是一个平平无奇的废材少年 可见到他的包袱不担惊受怕 生怕一个不小心就被轰死了 只因他能将一切法术转化成黑暗净重 随便挥挥手 就如之前天灾级别的净重 就在刚刚 宁峰来到了做转职任务的地理 辉扬神殿 全然不知后面跟着个小老鼠 这人赫然是云外幻境的杜安 原因是前几天他查到交易所 出现了一套格斗家装备 跟着王大师提供的线索 他找到了宁峰 所以现在跟踪宁峰 打算看他到底是何方神圣 不敢相信这么年轻的人 能击退秘境入侵的怪物 自己师父都无法做到 就算不是他 他背后的人也不容小觑 没一会宁峰就来到了神殿入口 这里已经有许多冒险者在做着任务 宁峰也想快点完成任务 他抬起手一道光束便笼罩着他 光芒散去 宁峰也换上了他的新手装备 不过那装扮却是让杜安一阵无语 这么普通 就跟个没毕业的学生一样 这时宁峰已经向着神殿走了进去 突然宁峰察觉到了一丝危险 下一秒一道攻击便来到了宁峰面前 然后狠狠地砸在了他的护盾上 这眨眼间的事情惊呆了杜安 那个是怎么都攻不破的绝对防御吗 怪物都因为太过害怕而四处逃窜 这时宁峰停了下来 他来到了神殿的BUS身 然而BUS依旧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 这时的BUS已经满头大汗了 宁峰也没有在意 静止地往BUS身后走去 原来他的转职任务 竟是击败神殿的隐藏BUS六一天使 这时六一天使也出现在宁峰面前 随着他睁开双眼冒出两道金光 他猛地向上飞走 宁峰很疑惑 这家伙怎么飞走了 而杜安很震惊 为什么他知道这里有隐藏BUS 宁峰丝毫不急 但是此时的六一天使快疯了 我想逃却逃不掉 神殿外的天空惊现一道闪电 这让六一天使更加急迫地想要逃离这里 而宁峰丝毫不给他机会 只见他伸出手掌 使出黑暗静皱雷眼坠空 天空就出现一只冒着雷光的巨大眼睛 那眼睛猛地射出一道巨大的雷电 披向六一天使 那毁天涅地的威势 直接让六一天使花朵飞回 看着这如同废墟般的神殿 直接把杜安下的瘫倒在地 从来没有见过这种毁天涅地的魔法 难道这个大佬的实力已经超越了八转吗 但此时只有一转的宁峰还在感叹 完成一转前等级都没办法往上升 真是浪费了那些经验值了 但他也得到了这次的战利品 也算是不枉此行 神圣灰迹 品质橙色 精神属性永久加8 恢复效果永久挣1% 了解完宁峰就立马想用传送卷轴回去 但这时杜安却冲了出来 宁峰忽然满脸凝尘 这人什么时候来到 他不会看到了吧 看着宁峰的表情 杜安也瞬间不安起来 坏了 该不会要杀人灭口吧 他只是释出了一个初级技能 却引得137级的大佬前来跪铁 原因是他能将普通技能升级成静咒 随时 就在刚刚 宁峰一脸阴沉地看着出现的杜安 而杜安看着宁峰的脸色也不由一阵心慌 他连忙白白手表示自己可以解释 却不曾想一阵警报声忽然传来 宁峰见状也只能带着杜安先离开这里 经过一段时间的解释 宁峰也明白杜安跟踪自己的目的 自己的师父哪怕以生命为代价 都只能暂时封印入侵的秘密 他实在好奇给自己师父报仇的人是谁 宁峰思索自己等级还是太低 要不是这个人自己跑出来根本都发现不了他 看到对面沉默不语 杜安以为自己就要小命不保 他瞬间表明忠心要当宁峰的小弟 宁峰思索一番也同意了下来 并且表明不希望有第三个人知道今天发生的事情 就在他们准备离开这里的时候 宁峰的手机突然响起 原来是齐老师打过来问自己在什么地方 齐老师了解到宁峰在外地 便让他回来再说就挂断了电话 宁峰看着被挂断的手机好奇 齐老师到底想干嘛 而齐老师这边 孤颖正坐在他的对面 他也发现了不妥的病 一个几天前刚觉醒的学生 突然间就达到了一转的等级 这让人不得不在意 齐老师还以为孤颖把宁峰当成坏人了 连忙解释说他是个好孩子 孤颖表示他只是想把一些事情弄清楚 原来是他向上级反映情况的时候 上级非但不信任他 而且还嘲笑他一想离开 并且还派遣调查组来接手他的所有功务 所以他只能自己前来寻找答案 这时他的队员猛的推门而进 龙博士的秘境 辉煌神殿遭受了毁灭性法术的袭击 目前暂时没有人员伤亡 齐老师大惊 那不是宁峰登记的炼击地点吗 孤颖此刻也仿佛得到了答案 一般常说了一句 而龙博士这边升起了巨大的护盾 人群里都在担惊受怕 他们并不知道 辉煌神殿发生了什么事情 部位也在前方安抚着人们 刚才的动静直接触发了最高解键 凝宗满头黑线 然而护盾上方的空间忽然撕裂 怪物大军从裂缝中走得出来 随着为首的怪物伸出手指 其身后的怪物便如潮水般蜂蜂而至 直接将护盾破开一个口 部位刚产生一股奇怪的感觉 怪物们就来到了人群面前 冒险者们一脸惊惧 为什么怪物能突破护盾 随着人群的惊慌场面越发不可控 杜安此刻守在凝宫面前 并解释到这又是一场高强度的秘境入侵 我们要不要出手 凝宫好奇他是有解决的办法 他却想入非非以为凝宫在讨厌他 然后对着凝宫说交给他来解决 凝宫心想自己不方便出手就由他选 那边的怪物还在大肆破坏 冒险者纷纷与之战斗 却也只能被一巴掌拍飞 有些冒险者甚至都失去了斗志 首领怪看到人类这么弱都觉得扫兴起来 玄机便冲向人群展开杀戮 就在他挥刀砍向一个落后的女孩时 这件一道剑光闪过 原来是杜安上来挡住了攻击 怪物瞬间来的兴致 也不全是垃圾吗 杜安眼神凌厉 挥手一砍便将怪物击退 他口吐蓝色的鲜血 震惊地看向杜安 而杜安一跃而起 这个怪物 只见无数道剑光挥草 怪物会在这猛烈的攻击中炸成碎片 这一幕直接震惊围观群众 杜安等级137 正是五星隐藏职业秘传舞者 凌风见后表面毫无拨来 暗地里却冒起了星星眼 这也太厉害了 杀怪物首领的四转强者 却对男人卑躬屈膝 就连市长也对他毕恭毕敬 只因男人是大陆最强转职者 就在刚刚 首领被杀后 怪物们都开始纷纷逃离 瞧见杜安回来 凌风也不由地为他竖起大拇指 而在别人看来 他们就向大家族的公子 带护卫出来历练 此时杜安掏出Boss掉落的 战利品避给凌风 一旁的吃瓜群众 仿佛自己得到一般心赠起来 这本敏捷系的技能书 凌风打算留给汪月 还有一个恶魔古盾 他打算拿来卖钱 而龙博士的市长 也在事后前来道谢 他笑呵呵地看着凌风二人 两位有点面生 不像本地人啊 凌风叹了口气 我们是过来办事了 没想到被封在这里 市长听到还以为 他们很不满意 凌风文言也是乐开了花 那可是稀罕玩意啊 虽然只能使用一次 市长还想着聘请凌风 二人停留几天 但是凌风的转职任务 只限三天 错过了就永远无法完成一转 还是拒绝了市长的请求 一会儿功夫 飞行箭轴送了过来 市长也掏出了 远程交易所的至尊黑卡 立给凌风 凌风惊讶地看着至尊黑卡 这可是极少数成功人士 才能拥有的卡 这位市长的身份应该不简单 凌风毫不客气地收了下来 看见对方收下市长 才放下心来 随后请求凌风 如果以后遇到危险 希望能向他求助 凌风文言表示 自己有时间的话就没有问题 听到凌风搭议 市长几人都高兴地手舞足蹈 另一边的转职大厅 汪月的队友 此时正在等着汪月出来 没一会儿他们就走了出来 这时候一道声音 吸引了汪月的注意力 只见天空中两道身影飞过 汪月看到其中的一个人 好像是凌风 赵成文言嘲笑道 飞行箭轴几千金币一张 那穷鬼怎么可能买得起 听到他在说凌风坏话 汪月瞬间怒了 瞧见女神发怒 赵成也一脸憋屈 这时队友们也过来问他们 领到了什么转职任务 赵成直接说他领到了一级的转职任务 而汪月则是领到了S级转职任务 其他人都一脸的不敢置信 并且自己解锁了 从没见过的隐藏职业 汪月的思绪回到了转职阵 此时法阵中检测到汪月拥有先锋徽 可从原职业训捷射手进阶为尖锋优异 转职任务也会发生相应变化 是否确认进阶 看到这样的界面汪月很猛逸 凌风送给自己的先锋徽 居然还有这种作用 他当时表现得相当自信 难道是他早就知道这回事 想清楚他也没犹豫 直接选择了进阶 圣职者觉得这样做出决定太随便了 赵成不敢相信 觉醒的时候职业就已经确定 怎么可能转职的时候 还会触发隐藏职业 万一选错了这辈子就毁了 但汪月只是随口回了一句 我的事情不劳烦你操心 此时其他队员都在羡慕着汪月 全然不顾照成那怒气冲冲的样子 他暗想不管要花多大的代价 都要派人找到那个灰迹 而凌风此刻的手中还握着一块灰迹 神圣灰迹 品质成色 体力属性永久加五 精神属性永久加五 随着灰迹的激活 他也化作一道光冲进凌风的身体里 感觉到实力的提升 凌风露出兴奋的表情 而且还新增了个被动技能 运转自如 对黑暗之力的掌控大大提升 能够准确无误的操纵进度 杜安此时也在外面给凌风守 孤颖也在这时来到这里 看到杜安在这 他心想他们两个怎么会凑到一起 这种强准哪怕放在全国都是凤毛麟角 然而进来的时候就听工作人员讲 那个格斗家对凌风十分恭敬 他对齐老师说道 你这个学生不简单啊 而此时凌风已经转职完成了 凌风这次的转职任务收获满满 不仅收获四转职业的小谜底 并且还得到了两件橙色战利品 而且还拿到了远程交易所的至尊黑糖 就在刚刚 呼应派齐老师去打探凌风的消息 凌风跟杜安走出转职大厅后 就被齐老师叫住 齐老师说自己有些事情想了解一下 杜安文言立马识趣地离开了 留下一脸尴尬的凌风 齐老师这时开口道 凌风你已经完成一转了是吗 这让凌风瞪大眼睛 一时间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这也被发现得太快了吧 不过齐老师应该不会害我 想到这凌风也承认了下来 然后齐老师又问起 凌风有没有受到黑暗之力的侵蚀 凌风很疑惑 为什么齐老师会这么问 齐老师只是担心 凌风会不会变成变异者 随后拿出一块金石 让凌风检测一下 把力量注入这块金石 就能显示体内黑暗之力的含量 凌风健壮一脸的紧张 齐老师看到顿时有骨不好的猜想 而凌风犹豫了一下 还是伸手靠近那块金石 但就在接触的一瞬间 凌风突然爆裂开来 凌风一脸猛逼 齐老师见状魂都要下霉了 凌风很好奇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而齐老师显然也不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 暗影交给自己的时候 只是说这枚魔精对黑暗之力十分敏感 他检测到变异者身上的黑暗之力会发生抖动 抖动幅度越剧烈 说明黑暗之力的含量越高 但是现在的话只能将这种情况报告上去 凌风也理解齐老师的难处 但是他也不知道官方知道后会有什么反应 实在不行就只能离开秦鱼室了 这时齐老师突然掏出一本技能书 这是给你准备的礼物 祝贺你顺利完成一转 凌风心中一暖 随后也掏出了准备给齐老师的礼物 圣洁羽翼 加二十精神 加百分之五十体力恢复及治疗效果 加百分之一百黑暗抗性 并且释放治疗类法术时无需吟唱 齐老师瞧见凌风随随便便就掏出一件盛装 惊讶不已 齐老师拿着破碎的魔巾回到了冒险者办公室 孤颖也是第一次看到这种情况 他们害怕官方对凌风产生什么伤害 还是决定不再追查凌风的消息 并且如果他真是一位强者 这样激怒他反而损失更大 随后他命令手下停止调查 严格封存所有相关信息 齐老师文言立马举手赞同 见凌风这边进展不了 孤颖就把注意打到了杜安身上 凌风这边回到家就立马摊在沙发上 要是以后每次练集都得破坏一个命迹 迟早还会惹上更大的麻烦 杜安实在不知道怎么接他的话 便提议到去一些不在官方备案的秘境 练习会不会好一些 最近世界涌现许多新的秘境 有一些官方抽不出精力去管理 有一些被邪恶势力占据 凌风问他有没有这种秘境的消息 但是杜安目前手上也只有两个 需要的话还可以去搜集 杜安出面肯定比他方便得多 他也就交给杜安了 并且决定明天去交易行把战利品卖掉 从凌风家里出来后 杜安想着随便找个酒店住一晚先 却碰到秦于市的新市长过来找他 他过来是想了解一下杜安有没有长住的打算 在确认他有在这长住的打算后 市长也掏出了一张特殊冒险者凭证地给杜安 如果有什么需求尽管说 我们会尽力满足 思索一番 杜安也选择收了下来 说不定对凌风大佬有用呢 而市长此时在为自己招揽了一位四转强者而沾沾自行 凌风只是随手掏出一张黑卡 就震惊了在场的所有人 并且连隔壁市的市长也急忙前来拜访 就在刚刚 凌风刚准备关手机睡觉 就看到班级群里不停地弹出信息 没想到李大能在群里阴阳怪气的艾特自己 这家伙是汪月的爱慕者 但是劳资打游戏跟你有什么关系 这时齐老师出来骂了距离大能 吓得他赶紧把消息撤回了 这把凌风够乐了 齐老师真够意思 这时一道消息吸引了凌风的注意力 警号多地爆发秘境入侵 造成严重伤亡 凌风没想到世界一变这么严重了 这才刚过几天的好日子 可惜让上次那家伙跑了 不然弄死他就没那么多事 远在另一处空间的怪物突然打了个喷嚏 怎么莫名其妙有股心慌的感觉 第二天 画面来到远程交易死 此时杨新还带着伤跑来上班 这也免不了被势力女销售一阵嘲讽 伤还没好就跑来上班 是为了攀高知来了吧 杨新自然被这话气得连连否认 但势力眼却依旧说着凌风只是个小偷而已 听到对方在说凌风坏话 杨新不由的大声便解 这是一道尖刺从势力眼面前突起 把他吓得瘫倒在地 凌风从他后面走过来 嘲讽到你这嘴实在欠揍差点没忍住 势力眼瞧见是凌风 立马叫守卫过来想要抓住凌风 杨新见状赶忙让凌风离开这里 远程交易所不简单 被抓住就麻烦了 但此时几道脚步声传来 王大师已经带着两个护卫来到了线条 凌风见王大师来了 立马质问他为什么调查自己 还要给自己安个小偷的罪名 王大师回答 质问我你还没有这个资格 随后便指挥护卫上前抓住凌风 这时凌风掏出了蔡市长给的至尊黑卡 立马让两个护卫停住了脚步 你们就是这样对待远程交易所的客人呢 瞧见至尊黑卡 王大师和势力眼满脸的不可置信 然后质问凌风卡从哪里来到 接着又打电话去调查 让势力眼先盯着他 没一会他就联系到蔡市长这 蔡市长问他为什么要调查他送给凌先生的会员卡 王大师赶忙解释说这是误会 蔡市长立刻把王大师转了一顿 随后一拍桌子就要赶过来处理这件事情 王大师看着被挂断的电话欲哭无泪 随后又想到找杜安来给自己对质 哪怕蔡市长也得给几分面子 凌风此时带着杨新在等候去等的消息 没一会功夫蔡市长和杜安就一起赶到了这里 凌风很是疑惑他们怎么来了 杨新也压抑两位大佬怎么和凌风这么熟 他们一来就瞪着势力眼 这把势力眼都快吓尿了 随后又看到一脸颓丧的王大师 他还没有明白问题的严重性 蔡市长询问凌风需要他们的道歉吗 凌风摇摇头坦言说他们不像是道歉就能悔改的 然后蔡市长立马指着他们 让他们赶紧收拾东西滚蛋 被辞退的他们仿佛天塌的一般 王大师突然面露凶相给了势力眼一巴掌 都怪你这个贱人 蔡市长健壮无奈斧头 然后命令守卫把他们都赶出去 解决完后 他们便来到了VIP室 杨新很贴心地在这里给他们侦查倒水 蔡市长庆幸宁峰对杨新的印象不错 起码没有把他们交易所的好感全败光 随后客气地让杨新好好工作 交易所不会亏待他 这把杨新感动得一塌糊涂 看到蔡市长为了他的事情大牢员跑了一趟 宁峰也有些不好意思 蔡市长并没有在意这点小事 随后他问宁峰刚刚在看交易所的真品名录 是不是有上面感兴趣的东西 宁峰也表示自己想找一个叫做周末遗毒的东西 然而蔡市长和杜安都满脸问号 那是什么东西 能够全属性加100个周末遗毒到底是什么 就连市长和四转大佬也丝毫没有听说过这东西 随着调查组的出现 很快就给宁峰解答了这个问题 前一天宁峰拿出了齐老师给的技能书 他的作用是法师在战斗中可以临时补充法律 宁峰满怀期待地使用了技能书 不知道能蜕变成什么样的进种 随后技能书便化作一道光芒钻进了宁峰的脑袋 至暗河流 吸收周末遗毒中的盘于黑暗之力转化成自己属性 宁峰思考着这个周末遗毒到底是什么 系统也没有给个解释 明天去交易所问一下吧 再得知蔡市长和杜安也不知道周末遗毒是什么 宁峰也跟蔡市长告别离开 看着蔡市长又掏出一个飞行卷轴 宁峰也不由感叹蔡市长的富有 随后杜安也邀请宁峰去他的别墅先吃个饭 来到别墅后 宁峰再次感叹 好家伙 市长安排的房子这么豪华 杜安解释四转以上愿意留在秦宇市的都有特殊待遇 如果你喜欢可以搬到这里来 宁峰笑道 那倒不至于 自己现在多攒点钱都能买得起这里的房 何况自己又不缺房子住 没必要非得买东房子 在等待厨师做饭的期间 宁峰享受着这里的茶叶 这时杜安的电话突然响了 原来是张市长打给他的 张市长解释上面派来的调查组 来调查之前的几次灾难 有些情况还得向杜安了解了解 宁峰一脸猛逼 路安思索这件事可能会影响到宁峰 还是想先问一下宁峰什么意思 他放下手机 跟宁峰说起了这回事 此时冒险者的会议室里 调查组一行人还在讨论着 秦宇市神秘强者的事情 一个魁梧的壮汉问道 有谁见过那个神秘强者吗 孤颖队长苏兰只能表示并没有见过他 没有见过那外面盛传神秘大佬 拯救秦宇市的消息是怎么来的 那是因为逆境入侵突然终止 变异者也被干掉了 没有调查清楚这些不能作为依据 而且后面出现了另外两次秘境事故 那个大佬又在做过什么 苏兰只能闭嘴不谈 齐老师知道苏兰是为了保护宁峰 所以把所有的事情压在自己身上 张市长跑进会议室 并说杜安今天没空配合调查 壮汉文言叹了口气 嘲讽般说这种自由冒险者跟丧家狗一样 随即命令到调查工作 由我们调查组全权接受 其他人该做什么就做什么 到了晚上 历境险恶墓园这边 一只脚踩到枯枝上面 原来是调查组的壮汉来到了这里 知道他是新来的调查组成员 守门的工作人员便没阻拦他进去 进入秘境后 看着这个破破烂烂的秘境 他也不由地惊叹一声 怎么样的力量才能将一座秘境摧毁成这样 即便是残留的黑暗之力也依旧强大 哪怕有神秘大佬面对这样的力量 也如同蝼蚁一般 随即他大笑起来 只见他手掌黑暗之力缠绕 一个魔物便出现在眼前 魔物肆意地吸收着残留的黑暗之力 见状男人不由地笑得更加邪恶 此时杜安的别墅这边 宁峰正在战场上驰骋 突然系统提示他发现中末遗毒 然后他就感受到似乎有什么东西 通过气息跟他联系在一起 仔细感应了一番 大概知道了他的位置 宁峰就打算出门去找他 杜安想问他出去干嘛 他却把手机塞给杜安就离开了 宁峰乘上小汽车 顺着导航确定那个位置 大概是险恶墓园 但是没一会就感觉那东西开始移动了 这时的险恶墓园出现了不明怪物 工作人员都吓得瑟瑟发抖 而怪物的样貌也全部展现出来 赫然是与怪物融为一体的壮汉 此时的他被怪物操纵着 发生这么大的事情 险恶墓园自然被封锁起来了 所有人都禁止通行 见车辆过不去 宁峰也在这里下了车 另一边孤影也来到了这里 他们瞧见变成怪物的壮汉 纷纷露出惊讶之色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孤影小队和变异的怪物发生了战斗 没一会他们就不敌被打倒 幸好有宁峰送给齐老师的装备 让他能快速进行救援 才保住了苏兰的命 但是怪物打倒苏兰后 也朝着市区的方向去了 齐老师联系了张市长 向杜安求助 不知道能不能来得及 苏兰则说杜安和他实力差不多 根本就不是怪物的对手 他身后的人出手还差不多 另一边 怪物还在大肆破坏 然而一道声音传来 让他停下了动作 宁峰的身影突然出现在他的眼前 这就是周末遗毒吗 要先来一发静咒打趴他吗 然而还没出手 怪物就朝他扑来 就在攻击块打到宁峰身上的时候 宁峰周身黑暗之力涌现 形成一个护盾挡住了怪物的攻击 感受着强大的黑暗能量 怪物产生一股心迹感 这时系统突然弹出提示 检测到周末遗毒是否开始吸收 宁峰没有丝毫犹豫点击了确定 接着他身上便爆发一股强大的吸力 怪物没有丝毫反抗的机会 就化为一道道碎片消失在这世间 这时全属性增加一百提示弹出来 宁峰乐坏了 这辈子就没见过这么富裕的家点 不过除了属性 脑袋里好像还吸收了一些奇怪的画面 杜安也在这时候赶不过来 他好奇这里发生了什么 宁峰指着那个怪物 刚才干掉了一个小卡拉姆 这应该是干掉了吧 市长叫自己来就是因为他吗 为什么附近的气息 不像使用过强力法术的样子 宁峰见他来得刚刚好 就让他处理这里的善后工作 然后一溜烟就跑了 杜安看得一惊 大佬不是法师吗 这个速度都超过敏捷系职业了 而宁峰也快速离开了现场 一段时间后 作为始作勇者的壮汉已经招供 他是在一个秘境找到那件魔物 可以操纵黑暗之力成为自己的力量 所以他才借着调查的机会 进入秘境吸收黑暗之力 却没想到失控了 而市长很高兴 居然真的有神秘强者在保护秦于世 随后他问向杜安建没见过神秘大佬 杜安坦言自己有幸见过一次 张市长很高兴 希望杜安能够引荐一下 如果大佬愿意常住 不管什么要求都能尽量满足 杜安劝张市长打消这个念头 张市长只觉可惜 随后杜安又解释道 大佬有亲人在秦于世 所以会特别照顾这里 但是相应的他也不希望被打扰 苏兰和其老师一惊 难道神秘大佬是宁峰的长辈 宁峰已经回到了家里 他明白周末遗毒 其实是死去的秘境魔王遗留的残骸 并且之前吸收的奇怪画面 是魔王生前的记忆碎片 但是他又不去当魔王 让那些东西有什么用 随后他又想起了一些什么 随着秘境的增强 一旦被入侵的时空抵挡不住 就会迎来世界末日 而我们的时空 对觉醒者的培养路径不完善 四转以上的强者都很少 如果照这样下去 人类只有死路一条 就算我能自保 但也不能生活在一个满是怪物的世界吧 只要我多收集一些 一毒把有用的经验传播出去 应该还是有很大作用的 不过具体怎么样 还是得慎重考虑 毕竟这些经验 已经超出了现有的任职 就在这时 汪月的电话打了过来 原来是汪月转职成功 要请宁峰吃饭 这种好事宁峰 当然一口答应了下来 随后把定位发给宁峰 就挂断了电话 此时他和赵成 也从转职大厅里走出来 看到同伴他张大了眼睛 只见他们拿出礼炮 庆祝着汪月两人的二转成功 赵成听着周围的崇拜声 洋洋得意 随后又邀请汪月 晚上一起去吃饭 但是汪月表示 自己晚上有别的事情 就挽聚了 剩下几名队友面面相去 赵成气得脸色涨红 徐婷还在为汪月打着圆场 赵成却煽动着汪月 不仅完成了S级转职任务 还觉醒了新的隐藏职业 大家的距离只会越来越大 恐怕总有一天 他会彻底脱离这个战队 这话让徐婷不由的也担忧起来 汪月邀请宁峰吃烤全羊 看着美味的烤全羊 宁峰直流口水 大喊一声交别就开动了 汪月很感谢宁峰的灰迹 帮助自己激活了隐藏职业 宁峰奇怪 那个灰迹能激活隐藏职业吗 但是在魔王的记忆里 发现我们这个时空的绝评者 职业的确没有达到最佳状态 难道就是那个灰迹的作用吗 汪月也想问一下 那个灰迹在哪里能找到 宁峰表示自己也不清楚 汪月很失望 要是能买到就能送给宁峰和伙伴 看着汪月为自己考虑的样子 宁峰露出一母像 随后汪月告诫宁峰要多加练集 等找到适合的灰迹 说不定也能激活新的职业 宁峰直接摆烂求女神保护 这时汪月突然吃痛一声 宁峰连忙关心发生什么事情了 汪月解释这是完成S级任务的时候受了点伤 虽然治疗过了 但还得休养一段时间 宁峰不解 原来S级任务难度这么大吗 这时一个电话又打了过来 宁峰接听询问对方是谁 谁知对方直接披头盖脸的 问宁峰灰迹从哪搞来的 宁峰也不惯着他直接挂断了电话 汪月好奇发生什么事情了 宁峰解释说有个口气很臭的家伙 问他灰迹哪里来的 汪月瞬间不淡定了 我没有跟外人说过呀 怎么回事 宁峰也不在意 继续啃着羊肉 谁知那个人继续打开电话 一开口就说赶挂老子电话 信不信老子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宁峰现在也不想在汪月面前太张扬 没理会那个人直接就挂断了电话 一会工夫 整只羊都到了宁峰的肚子 汪月还想送宁峰回家 但是宁峰直接拒绝了 等他回到家的时候 却突然被眼前的一幕震惊 只见自己家里被搜得乱七八糟的 就连珍藏的杂志都被翻了出来 这是一道脚步声传来 一个黄毛走出来 哟喝 小兔崽子终于回来了 宁峰眼神伶俐 刚刚就是你打电话给我 黄毛把日记本一扔说道 没错 老子说过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宁峰还想问谁派他来的 黄毛一脸瞧不起宁峰 没人告诉你 面对强者的时候要保持尊重吗 就在这时一个人 忽然从宁峰身后偷袭过来 宁峰只是一个闪身就避开了攻击 随后抡起胳膊 重重地砸在了偷袭者的脸上 打完后宁峰根本就没回头瞧太一眼 黄毛健壮下的冷汗逐流 宁峰整理一下衣服 那句话还是还给你 面对强者的时候要保持尊重 黄毛不敢置信 消息说这家伙明明是个一星职业 为什么这么厉害 同时他也掏出了飞镖偷袭宁峰 宁峰感受着全属性加一百的实力 然后歪歪脖子躲开袭来的飞镖 黄毛健是不妙立马打算逃走 就在他快速往阳台逃跑的时候 他的脚忽然被宁峰抓住 因为惯性他直接撞到墙上 发出一阵哐当响 抓回来后宁峰先是让他们先把房子收拾干净 然后再赔偿自己的损失 黄毛表示他们身上所有东西都已经掏出来了 宁峰这才开始审问他们到底是谁派过来的 黄毛老老实实地回答道是速尸工会的赵成 他说你手上有一种特殊的灰迹才让我过来打听 宁峰听到赵成就想到了汪月工会的那个法师 既然知道了部主宁峰也留着两个人没有用 刚好有一个禁咒没用过 这下子真是便宜你了 然后就使用技能绝魂暗衣控制了他们的心智 另一边赵成他们结束了晚餐后 他们队伍的顿战士跟着赵成问到有没有灰迹的消息 赵成一脸阴沉的说已经派人去找宁峰了 如果他不配合就让他生不如死 顿战士还担心会不会被汪月知道 赵成却表示他管不了那么多了 这是顿战士提起和汪月做转职任务的时候 赵成让他放boss过去让汪月吃吃苦头 然后再来个阴性救命 却没想到汪月拼着受伤把boss给干掉了 忽然他们前面冒出来一个人影把他们吓到 原来是黄毛出现在他们面前 赵成只在乎自己想要的消息有没有得到 全然没注意到黄毛的脸阴沉的可怕 当得知让汪月受伤的就是眼前这两个家伙 宁峰再也忍不住了 抬手就掐住两人的脖子 准备好迎接审判吧 伤害汪月的人都得死 而且也别想死的那么容易 宁峰让他们好好体会了一番什么叫做生不如死 直到化为灰烬 同时黄毛的身体也逐渐消散 感受他们消失在这世间 宁峰开始反思自己的处境 自己住在普通小区 根本挡不住高阶觉醒者的进出 本来打算从魔王的记忆中 提取出一些重要的内容保存下来 幸好还没有开始 自转强者来到杜安别墅 在听闻有人对宁峰下手杜安也是非常愤怒 当即就要去调查什么人在搞果 宁峰得知前因后果也不着急 随后问向杜安认不认识一些靠谱的炼药师 杜安好奇询问宁峰对炼药师有什么要求 宁峰提出了一点点的要求 就是水平要高一点 还能信得过 最好是自由准 身份越简单越好 杜安思索他认识的炼药师中水平好的 基本上都加入了大型工会了 在魔王的记忆里 他曾经杀害几位高阶炼药师 他们调制的药剂效果明显高于我们这个世界 可惜宁峰也不懂 只能超入一些药方找这边的专业人士探讨 但是加入了工会的炼药师 往往泄密的风险也很高 有了今天的教训 宁峰也不希望太早吸引来一堆苍蝇 他只能让杜安帮忙留意一下 然后宁峰也打电话找汪月问一下 却没想到他真认识 他们站队的徐婷他哥就是炼药师 本来想拉近站队的 但是赵诚和他处不来就没谈了 要是有兴趣可以安排一起见个面 听到又是赵诚那个猪队 有宁峰不由的感叹一下 随后宁峰说自己有几张药方 还是让汪月先给他安排见一面 没多久他们就碰面了 见到宁峰 徐薇很直接的问他能不能看一下药方 看过药方后 徐薇想了解一下药剂的作用 当听到宁峰说这药剂 能让经验获取提升110% 徐薇顿时惊呼一声 市面上的经验药剂最高 也只能提升40% 而且还贵得很 要是有提高100%的药剂 岂不是连一星二星的职业 都能快速升级了 宁峰也说不准 所以才过来请教一下的 随后徐薇便打算先去做一下实验 他把徐薇喊过来给宁峰泡茶 他们有说有笑的等了好一会 此时楼上拼令啪啪的声音 吸引了他们的注意 他们好奇发生什么事情 随后便跑上楼去查看 刚上来徐薇就看见一只东西飞出来 这是他哥做实验用的史莱姆 突然一个火球树飞过来 把史莱姆烘成渣 这让三人都吃了一惊 只见徐薇一直念叨着成了成了 真的是提升100% 这让两女满头问号 见到宁峰后 他兴奋的抓住宁峰 对他说自己用史莱姆试过这药剂 真的可以提升100%经验 宁峰暗戳戳的想着 其他药方应该也可以用了 徐薇说着又发出一击火球树 把旁边一只史莱姆又烘成了渣 当他们把药剂的作用告诉两女 显然他们也被震惊到了 徐薇看着他们震惊的模样 赶忙让他们注意保密 随后看向宁峰问他打算怎么办 如果售卖的话 绝对能赚到无法想象的财富 宁峰顿时也思索起来 这时手机一直在响 他看了一下发现是单级群发来消息 下周一开始要到灵师的秘境练集 同学们也都纷纷响应 宁峰看着消息思索了一阵 然后决定把经验药水先给自己人用 徐霆立马询问他是不是自己人 得到肯定的答案 他兴奋的手舞足蹈 宁峰思索着这种药剂 一旦到市面肯定会造成轰动 到时候肯定有很多不怀好医之人 还是先把自己的势力培养起来 到时候他们就应该要掂量掂量自己的实力了 在宁峰得到经验药水后 他就想先把自己的势力培养起来 连汪月战队的狂战士周江树也不放过 听闻此言汪月两人都很激动 毕竟他们想着一起考上同一所大学 宁峰想着周江树毕竟实力还可以 可以考虑一下做我的打工仔 徐薇这时候询问起宁峰有没有其他的药方 当看到药方的时候顿时也沉默了 上面很多材料自己听都没听过 有两张虽然知道材料 但是自己目前的等级还做不出来 不过这毕竟是异世界的药方 有几张能用就不错了 汪月此事建议道 等第一批药水做出来咱一起去练剂 徐婷在一旁疯狂赞捧 汪月说着又拍了拍宁峰的肩膀 宁峰 你也得去 宁峰一脸的无奈 怎么又有自己的份 他无语地看着面前几人将事情都定了下来 也只能把自己的怨气吞到肚子里去 时间来到约好的星期一 此时宁峰已经先行来到了集合点 他联系汪月得知他们等一下才会到就在路边等着 这时候一辆大巴驶过 这是宁峰班级的人 宁峰没有跟着他们一起去秘境 而他们也在肆意地嘲笑着宁峰 大巴车留下一片灰尘扬长而去 等到了秘境入口 学生们看着面前乌泱泱的一大群人有些惊讶 一个男生问什么时候能进去 齐老师估计了一下大概需要两个小时 砸二班能够第一批进去就很不错了 这是一个男生注意到宁峰来了 而且还是跟着汪月的战队一起来 看着他们率先进入了秘境 男生顿时妒忌到为什么宁峰能先进去 宁峰是跟着宿师公会去秘境深处 那边人少不需要像你们这样排队 男生更加不甘了 凭什么宁峰那个废物能放上汪女神 这是一个人上前来询问男生 刚刚说的是那个全国超新星榜排名第五的汪月吗 男生此时紧张地回答倒是他 在他们的目送中 几个装备精良的人转身向秘境走去 再确认他们已经进入了秘境 这时候男生才露出一副怒气冲冲的样子 这是一个女孩告诉他 这三人和汪月一样都是全国超新星榜新秀 排行第四的常木秋 排行第三的李克 以及排名第一的顾云舟 宁峰他们已经来到了秘境深处 当周江树拿到惊艳药水的时候 也忍不住激动地叫喊了一声 徐婷立马跑上来给他来了一巴掌 小声点 你生怕别人听不到吗 随后他问向徐薇这种药剂应该很贵吧 徐薇解释这药剂炼制并不复杂 珍贵的就是他能够以低成本就能提升实力 宁峰光靠这个就能成为任何一家顶尖工会的座上帝 性格直爽的周江树不知道怎么表达感谢 只能拍着胸脯表示脏活累活全都干 汪月看着此时的宁峰 他知道宁峰并不擅长交际 所以朋友一直都很爽 特别是在他16岁觉醒失败之后 学校的人都嘲笑他 使他变得更加孤僻 难得见他聊得这么高兴 希望他赶紧振作起来 随后他吩咐道 我们这次没有肉盾和法师 所以战斗中要尽量确保安全 宁峰先不用出手避免吸引怪物注意 随着一声振奋的呐喊 众人皆是明白自己的位置 虽然这样子升级很慢 但是宁峰看在大家的面子上还是决定配合下来 光月率先射出一箭开启战斗 箭矢落在怪物的身后 发出一阵剧烈的爆炸 被吸引住仇恨的怪物们冲了上来 徐婷举起法杖就释放出增幅技能 技能叠加到周江树身上 立马就让他战力飙升 他一斧子下去地面瞬间裂开两大 而徐薇也在不断地丢击着小火球 被击中的怪物瞬间炸成飞灰 经验的快速提升让他非常兴奋 这样下去很快自己就能练至星星要紧 而徐婷和周江树也能在高考之前达到二转 跟汪月一起考上重点大学了 就在这时 山洞里突然传来一声吃笑声 突如其来的一幕让几人纷纷看向洞口 来者赫然是顾云周 长木秋和李克三人 只见顾云周嘲笑道 连二转都没到的家伙 居然把考上重点大学说得那么清楚 周江树他们显然也知道 对面是全国超新星榜单上的人物 看到他们认出自己 顾云周更是亲蔑一向 他们几个是专门来找汪月的 顾云周问向汪月有没有兴趣加入他们的战队 汪月以自己有战队为理由直接拒绝了他们 顾云周却以为汪月想带上自己战队的照常 表示可以给他这个面子 汪月却是直接回复自己并不想加入其他战队 顾云周却对汪月说别着急拒绝 可能消息还没有传到秦鱼市 由于秘境频繁发生异动 怪物越来越难对付 三家重点大学都提高了考核标准 今年只招收精英战队或者个人 条件很优厚但是名额却很少 现在是难得的机会 榜上的新秀们都在重组自己的战队 当然也包括我们 更何况这么弱的战队 根本不值得你待在这 听闻此言大树和徐庭的脸顺边飞了下来 顾云周还在说弱小就是原则 这让汪月恨不得直接拔出他那四十米的大刀 顾云周摆摆手 你一个远程输出不会想在这里跟我动手吧 徐庭这时也出来安抚汪月的情绪 不要理他们 我们换个地方练节 汪月没理会他们带着队友们就想一看 凌峰便走边想现在汪月觉醒了新职业 不知道能不能打得过他们 这时候一只脚拦住了凌峰的去路 只见李克正趾高气扬地询问凌峰是不是照成 得到不适的答案直接骂他废物 凌峰此时也被气到 差点就想给他来一发敬咒尝尝 这时大树挡在凌峰身前 你们不要太过分了 看到有人给凌峰出头 李克竟是直接向大树打出一拳 见他挡住了自己的攻击 李克又用另一只手一拳打在大树的胸口 汪月健壮急忙想上前帮忙 却被顾云周挡在面前 汪月一脸不愿让他赶紧滚开 被拨了面子的顾云周顿时咬牙切齿 这时大树的声音传来 不要过来 我没事 只见他慢慢支撑起自己的身体 肋骨断了好几根 这家伙是故意下狠手的 此时他还担心凌峰被牵连忙让他退远点 李克还在嘲讽着大树 大树忍不了直接冲上来就想给他一拳 却没想到李克的动作更快地来到了他的面前 汪月和徐婷运转法力想要支援 但是赫然已经来不及了 拳头已经来到了大树的面前 但此时一只手伸出来轻描淡写地挡住了袭来的攻击 凝峰也出现在他们面前 这一幕让其他几人纷纷震惊 而李克此时正在苦苦支撑 为什么法师会有这么大的力气 随着凝峰反手握住对方 然后随手一抛 李克便修地一下飞了出去 那冲击力把岩石都砸碎了压在李克的身上 看来这话要还给你了 废物 顾云周刚想上前帮忙 就被汪月一剑射中了屁股蛋子 这酸爽的感觉让他目自欲裂 白衣旁的徐婷斗得无嘴直笑 而长木秋看见眼前荧幕却是满脸惊恐 法师徒手打败狂战士 弓箭手近战射中了肉盾 这不是在做梦吗 凝峰叹了口气 还想着低调点 非要逼我出手 随后他让徐婷赶紧给大树治疗 在治疗的过程中 他问大树怎么处理对面那个人 周江树则是恭恭敬敬地回答您做主就好了 看着他们敬畏的态度 凝峰不由地发起愣来 随后他让大树去把那个家伙的装备扒下来当作赔偿 听到这话 顾云周又惊又怒 你们这是在抢劫 犯法了 回应他的则是一道猛烈的攻击 正是凝峰快速来到了他的面前 你把刚刚的话再说一遍 顾云周立马和善了起来 我身上的装备也不错 您要是看得上尽管拿去 凝峰搂得他道 算你识相 不过要是被我知道事后再找麻烦的话 就得问一下我的拳头了 而长木丘那边已经把装备都递给了徐体 看到他这么懂事 凝峰一时间也不知道说什么 随后便带着众人到别处去练剂 汪月本来还想带凝峰练剂 却没想到凝峰这么厉害 凝峰只是不想那么张扬 知道凝峰有自己的秘密 汪月也不多问 只是一直气鼓鼓的 凝峰只是笑笑安慰 还是月儿最懂我 随后汪月拍了拍凝峰的肩膀 不管怎么样 我都为你感到高兴 凝峰此刻看着汪月露出个大谋底 凝峰首次遭受重创 就连系统都无法抵抗那种力量 就在刚刚 凝峰狠狠地教训了一下顾云周几人 大树和徐婷兴奋地跟着凝峰叽叽喳喳的 大佬你要去哪个学校 大佬你要加入哪个工会 全然不顾后面差点泪成狗的徐薇 而在凝峰看来 大学和工会都是管理比较严格的地方 一个不小心就会暴露秘密 对自己而言似乎没有加入的必要 目前还是专心打怪 想着他就会挥手 带着众人去深处加快炼击速度 因为静咒不能暴露 所以只能凭借属性加成和被动技能 倒也是够用了 过了几天 凝峰终于是回到了别墅 他满脸疲惫 这几天也只升了一级 这还是有经验药水的协助 习惯用静咒刷怪 都忘了这才是正常的升级节奏 他升了的懒腰 打算先放松个几天 不然变强了还跟别人一样卷 那就没意义了 然后他跟杜安一起玩游戏 躺平了睡懒觉 一起烧烤 正在吃烧烤的时候 铃声突然响起 原来是杨新打电话过来 他说最近会有一场拍卖会 问凝峰有没有兴趣参加 凝峰见自己最近也没啥事 也答应了下来 随后杨新就说等一下 和新来的唐大师一起 拿拍卖品的明露过来看看 凝峰自然是乐得自在 在心里暗叹这个唐大师的确会来时 过了好一阵 杨新带着唐大师来到了别墅 唐大师姿态放得很低 因为蔡市长专门叮嘱过 他要好好服务面前这个年轻人 然后他看向杨新 让他把拍卖明露给凝峰瞧笑 凝峰看着手中的明露 看了一下感觉也没什么适合他的 见凝峰翻得这么快 唐大师明白他还是低估了凝峰的实力 突然凝峰手指一顿 他看着屏幕中的物品显得很惊讶 唐大师还以为他终于看中了一样东西 连忙上前给他介绍 这是最新的经验药剂 能让经验获取提升100% 并且非常稀有 很适合大佬刷急了 而凝峰听闻后便沉默了下来 他的药方只有徐薇见过 度完看见药剂也反应过来 而唐大师很奇怪他们怎么这个反应 凝峰一脸阴沉地问唐大师 你们从哪里弄来的这东西 唐大师见形势不妙 立马坦白说 这是苍瑞工会委托拍卖的物品 苍瑞工会是全国七大顶级工会 实力很雄厚 难不成是徐薇偷偷把药方卖给他们 想到这他立马询问 苍瑞工会有没有说过这药水是从哪来的 唐大师立马回到 听说他们发现一处新型秘境 叫做神之试炼 只能够单人攻略 每通关十层就能得到相应奖务 这个药方就是他们成员通过试炼的奖励之一 度完也是头一次听说有这种秘境 这应该也是秘境变异的一种吧 凝峰放下心来 不是徐薇有问题就好 不过神之试炼这名头一听 就觉得是个很厉害的地方 这时候系统突然跑出来 给凝峰发布了一个任务 通过试炼秘境 将他的力量为你所用 时间限制60天 失败惩罚抹除宿主 看着系统首次发布任务 凝峰更觉得这神之试炼不简单了 随后他看向唐大师 表示这次拍卖会自己不参加了 唐大师也没想到凝峰居然一件拍卖品都看不上了 接着杜安就表示自己要去查一下秘境的消息 凝峰见没什么事情也跟着一起去了 随着鼠标哒哒哒的声响 杜安也找到了一个网站 然而还需要全线登陆 不过还好自己有张市长给的特殊凭证 随着登陆 他们也看到了有关秘境的消息 这个秘境看起来就像一座塔呀 这秘境得到官方允许苍锐工会自行管理 也就是未经苍锐工会允许 外人根本就进不去 但是任务都发布了 完不成会被系统抹除的 得想个办法混进去才行 晚上凝峰披着一件帽衫来到了试炼秘境 他没想到这么晚还有哨兵在把守 不过查了一天有关秘境的信息 凝峰觉得自己还是对秘境有很多了解的 为了不让他们发现 凝峰决定使用技能进去 紧接着立即发动技能 凝峰便来到了守卫的身后 还抽空做了个鬼脸 接着他一跃而起就打算冲入秘境 随机就在快接触的一瞬间产生了巨大的爆炸 爆炸的余波把场上的几人全都轰飞了出去 爆炸的声响也吸引了各方的注意 而在某一处旁边 虚空突然破裂开 凝峰从虚空中掉了出来 直挺挺地倒在了床上 他不明白刚刚到底发生了什么 在刚刚接触到秘境入口的时候 秘密突然涌出一股强大的能量 把自己固体的绘图手蕴瞬间击碎 凝峰惊慌 那到底是什么东西 而这时候系统也弹出警告 系统免疫一次探查 受到3%损伤 凝峰大惊 这是什么探查技能 连系统都能受到损伤 然而系统还在不断地遭受探查带来的损伤 试炼逆境中居然有神明登场 凝峰的身份竟然是邪神 就在刚刚 凝峰遭受重创倒在床上 而在试炼秘境这里 苍瑞工会的会长带着治疗师来到这 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 士兵终于是恢复了意识 何诗宇满脸严肃问道 刚才发生了什么事情 士兵回想刚才秘境门口 突然发生爆炸自己就晕倒了 他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何诗宇眉头紧皱 之前并没有这种情况发生 难道秘境发生了某种一遍吗 这是一个法师装弹的女人 从他身后走出 只见他举起法杖 在他上空便出现一个阵法 随着阵法不断扩大 他竟是使用出传说中的法术时间回溯 原来这是秘境自带的法阵 不仅能够时间回溯 还能够记录内部和周围的影像 随着法阵的时间逆转 而眼前的一幕让何诗宇瞳孔皱缩 只见一个浑身漆黑的影子出现在眼前 然而秘境中突然传来一声怒吓 大胆邪神竟敢倾葬我的领地 紧接着一个冒着金光浑身魁梧的神明显现出来 只见他眼含怒气发出一道攻击 竟是直接将飞与击退 听闻来者是邪神 何诗宇跟法师都是一惊 而此刻神明懊恼又让邪神逃走了 不能再让他毁灭这个世界 于是运转神力寻找他的位置 画面到此戛然而止 在场几人听闻邪神将会毁灭世界 纷纷露出惊恐的魂色 很快这段影像就被送到工会联盟处 这是他们首次确认神明的存在 虽然不确定神明的身份 但是他释放的法术就达到传说中的静咒级 他们也没想到秘境中会出现真正的神明 但是静咒级法术都消灭不了邪神 这可不是个好消息 如果邪神真想毁灭世界 恐怕我们没有任何办法 不过通过试炼可以得到神明的恩赐 其中会不会有能对付邪神的静咒法术 这个办法或许真的可以试一试 何诗宇并没有说话 他知道这些人都在打他秘境的主意 但是他现在也没有办法反对 不过他也提醒众人 秘境里的怪物非常强大 凭他们现在的实力 恐怕都是不够资格获得神明的恩赐 接着守卫的刘会长摸着下巴问道 老冯 你有什么看法 这是一道身影从黑暗中走出 我能有什么看法 只见一个类似烈焰骑士的骷髅 指着他便骂道 自己徒弟当时都上报了晴雨室的异常 你们还派了个调查组去捅出那么大的骷髅 要不是那里有神秘强者作证 你们就算残害无辜了 文言刘会长也只能捂着头不敢说话 毕竟他还想请面前之人出山 这个人就是孤影小队前负责人冯厄 由于黑暗之力的代价 变成了这样子脆异江湖 刘会长找他来 就是想让他把这段影像交给他徒弟 让秦渝市的神秘大佬看一下 说不定知道些什么 冯厄大怒 在这种时候才想起咱家徒弟 话还没说完 就被刘会长用两箱好酒收买 听到有酒喝冯厄顿时安静了下来 随即恢复成一个老头的模样 答应了下来 此时的别墅里 凝峰正悠闲地躺在床上 看着系统的信息 上一个任务还没有完成 就来新的任务了 而且看这个标题系统 倒是一点都不在乎受到的损伤 带着满脑的疑问 凝峰干脆出去走走 走到客厅才发现有客人来了 冯厄打起招呼来 你就是凝峰同学吧 凝峰此时还在好奇对方的身份 好在多安给他介绍 此人是孤影的前负责人 现任的冒险者管理局局长 冯厄 苏兰则是冯老先生的弟子 本省孤影的负责人 他们过来想要请神秘大王帮忙的 听到冯厄的名字 凝峰立马知道他的名号 他可是号称最强变异者的赤焰死神 所有年轻人心目中的偶像 冯厄显然很是满意凝峰的反应 大手一挥便拿出来500万金币 和200瓶高姿经验药水当见面 哪怕是凝峰都被这么大的手笔经到了 但是无功不受禄 当即便问他来这里所为何事 随即苏兰便掏出投影仪 给他播放了那段关于秘境的影像 看完后凝峰顿时吓得压麻呆住 自己一个嗜好学生怎么就成为邪神了 系统还说小场面 小场面的屁啊 摆明在坑我 但是此时是万万不能露出马甲 他只能强行让自己稳下心来 随即便表示自己等一下就把视频发给大佬看了 有什么消息在通知 走之前苏兰把自己的名片递给凝峰 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尽管联系我就好了 看着他的名片 凝峰这才想起他就是转职时接待自己的美女 凝峰一拍额头 难怪自己那么快就暴露了 一大功会挑战神之秘境失败 杜安为了变强而开始训练 邪神到底会不会毁灭世界 凝峰也将攻略新的秘境 离开了杜安的别墅后 冯老也是当着苏兰的面夸赞凝峰是个不错的人 这是苏兰问起他一直疑惑的问题 师父 凝峰和神秘大佬有没有可能是同一个人 冯老思索一番表示这不重要 既然他希望我们把他当成学生 那他就是个学生 敌人还在不断变强 我们却连神明的恩赐都没资格得到 只能期望神秘大佬能够成为我们的最强后盾 而此时的宁峰也在别墅里喝着茶 他现在终于知道是那个秘境的神明 才让系统受到损伤的 对方能够一击击溃自己的绝对防御 说明他也是一个达到静咒级的人物 这是一个极度危险的敌人 当然目前最重要的还是修复系统 毕竟还要靠他屏蔽神明的搜索 还要通关试炼的任务也得完成 这力量不能为我所用对我来说就是危险 随即他马上让杜安整理冯老提供的资料出来 试炼逆境的内部像一座塔分为许多层 因为没有完成攻略目前具体的层数位置 里面怪物的实力远远超过了其他的秘境 目前闯关的最高记录是何时宇的42层 任务又没有指定要自己去完成 或者可以叫个人替我去做 不知能不能成功 想到这他询问杜安要是去闯关能闯到第几层 杜安保守的估计了一下大概能到35层 明峰觉得杜安的实力还是不太够 但他毕竟是自己人 让他去自己也安心 于是便打算给杜安来一场特训 下一刻来到冯老的办公室 当得知大佬要派人去参加试炼 冯老也是十分惊讶 苏兰也是表示他们还要借我们的训练师做特训 冯老文言也是沉思片刻 然后便哈哈大笑起来 他只觉得事情变得十分有趣 原来前一天七大工会的会长们也去挑战试炼力竞 然而结果是全都挑战失败了 就连全国顶尖的强者刘应珍都没有成功 所以他现在对杜安十分感兴趣 被神秘强者指点过的人能达到什么程度 激动的情绪在他脑袋燃起一把火 这便是冯老使用黑暗明亮的代表 火焰一直在燃烧他的生命 苏兰也是十分的精具 这难道没有办法缓解吗 一段时间后 宁峰和杜安也来到了训练室 难得看到这么多大佬 市长现在的心情也是非常激动 周队长也是十分庆幸当时没有得罪过宁峰 而另一边苏兰给他们介绍训练室的使用 只要提供足够的信息 训练室就能模拟各种实战的环境 了解之后 杜安也是将准备好的资料递给苏兰 点开后 苏兰也是没有想到他们给的资料这么齐全 就连怪物的弱点都标注出来了 而信息当然就是宁峰和魔王的记忆中提取出来的 客套了一下之后 冯老直接询问道 大佬说过邪神真的会毁灭世界吗 苏兰显然被这话吸引了注意 几个人面面相劝 当然这问题在几天前杜安就问过宁峰 宁峰很是无语 这种问题直接问邪神本尊 你让我怎么回答 但毕竟杜安是自己人 该怎么回答才不显得敷衍呢 杜安此刻回忆着宁峰的话 回答到只要有他在 世界就不会毁灭 这霸气的回答也让冯老十分满意 苏兰表情十分凝重 大佬居然这么强怜 神明都不放在眼里 而神秘大佬却在为自己的回答 干干自洗 冯老上前握住杜安的手道 接下来试炼秘境就要靠你了 不多久 宁峰几人站在一个巨大的屏幕前 静谱的夜里突然发出一道响声 惊致杜安被砸飞了出来 他的面前几只面容可怖的怪物 正徐徐而来 就在他们一跃而起 正要攻击杜安时 杜安猛地大喊了一声暂停 只见眼前几只怪物便缓缓消散 此时宁峰还想让杜安先出来休息一息 可是杜安并不想让宁峰失望 倔强地表示自己卸一下暂时几次 苏兰暗自佩服 要是自己来肯定无法通过试炼 而冯老知道宁峰几天就完成了一转 说不定杜安也有这样的奇迹在身上 神秘大佬可能掌握了更加高级的战斗体系 殊不知宁峰根本没想到那么多 他以为知道怪物的弱点就好了 但却忽略了人都是有极限的 要是杜安不能通过试炼 那也只能自己亲自完成了 但自己的战斗经验也不足 全靠静咒暴露的风险太大了 想到这他跟冯老他们告别了 得趁着开学前再去提升一下实力 最好能给杜安搞一些厉害的技能或者装备 随即他来到一处角落 随手便掏出一张飞行箭轴 还好在交易所采购了一批 紧接着撕开箭轴便化作一道光向上飞去 没多久就到达了目的地 凌峰换上新手装备向四周观察 终于在一处地方找到秘境的入口 这就是杜安说过的野生秘境之一 但附近怎么有战斗过的痕迹 但他也不多想 转身便向入口走去 先进去再说 奇异博士露面 凌峰再次阻挡秘境入侵 邪恶的魔王甚至还没来得及出场都已经凉透了 就在刚刚 凌峰进入了一个野生的秘境 他使用由寒冰箭蜕变成的劲奏 极度深海 将整个秘境的怪物统统动成冰雕 简直就不费一点吹灰之力 并且这里怪物的等级还不低 自己一下子就升到了37级 凌峰满意地敲了敲身旁的冰雕 这下子又可以学习新的技能了 选哪一本技能好呢 此时在秘境外面 一对长相邪恶的建顾者出现在这里 他们将过来剿灭他们的冒险者给反杀了 于是便气定神闲地谈论起 刚刚有人使用飞行卷轴过来的事情 那也是过来找死的蠢货吗 不过他们来的越多 献给魔王大人的祭品就越多 托他们的扶魔王已经积攒了足够的力量 今天就是魔王大人降临的日子 部下听到纷纷欢呼雀跃起来 终于等到这一天了 殊不知倒下的冒险者中 还有人有着通信装备 这些话完完整整地传送到他们的队友这边 听到有魔王降临 这位女队员意识到大势不妙 立马就将事情报告给他们的队长 他们显然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秘境入侵将会腐化最近的城市 他们昌龄市现在很危险 队长 怎么办 而酷似奇异博士的队长这时也冷静了下来 第四小队已经全军覆没 就算咱们过去也无法阻止秘境入侵 而且那个秘境的怪物很强 我们不可能守得了 想到这他立马吩咐手下立刻回去疏散人群 能走多少算多少 而队长打算留在这里随时报告秘境入侵的情况 队员还想劝一下他 但队长此刻铁了心命令他们赶紧走 队员们不得已只能先行离开 这时队长满脸的惆怅 仿佛告别式的拨打了他家宝贝的电话 等一下爸爸有个紧急演习 你要乖乖听妈妈的话知道吗 挂断电话后他一脸的沉重 下一秒他的宝贝又打开电话 乃声乃气的跟他说 爸爸 话还没说完干嘛挂我电话 队长也温柔的问他宝贝想说什么 然而对面一句生日快乐立马让这个铁血男人破保了 他的队员在以最大的速度离开这里 此刻他们的脸上充满了担忧 而在秘境入口这边 黑暗之力不断涌动 感受着愈加强烈的黑暗之力 眷顾者直接激动的笑出了声 随后立马跪倒在地高呼 恭迎魔王大人 而此时宁峰满脑的疑惑 看着眼前的一幕他顿时震住 反应过来后他瞬间惊慌起来 这是什么情况 而眷顾者此时也反应过来 你科目是谁 魔王大人吗 原来刚刚宁峰在秘境里 动成冰雕的竟然是魔王队伍 魔王的尸体此刻也是欲哭无泪 本王我呀 已经凉凉了呀 眷顾者此刻猜测着宁峰的身份 他不认识我们 排除掉魔王的化身和其他眷顾者 而且一身新手装扮就敢独自出现在这里 难道是刚刚那道飞行卷转 或许他想要效忠魔王大人 却被强大的黑暗之力吓出来了 随即他立马大声质问 小子你是来投奔魔王大人的吗 宁峰面无表情地否认了他 我来干什么关你什么事 小子你很嚣张吗 是不知道我是谁 老子叫顾戎 立即通缉犯 手上有两百多条人命 而宁峰此刻也不耐烦起来 烦死了 要打就打 不打就滚 顾戎什么时候受过这等气 他握紧双拳 小子你找死 他的步众纷纷气候 弄刺他弄刺他 然而下一刻 黑暗之力笼罩天空 吓得他们瞪大了双眼 老大 天怎么突然就黑了 而顾戎又哪里知道 下一刻一个巨大的阴影 出现在他们面前 他们抬头望去 纷纷露出惊恐之色 那是什么玩意 好可怕 这就是宁峰刚刚学会的近证 刚好拿他们来打了牙记 由探测术蜕变的灵略世界 此技能可以洞悉对方一切弱点 并且将弱点细致地罗裂出来 那敌人在这个技能面前 岂不是所有的破绽都会暴露出来 幻境里可以按照我的意志 针对被困住的家伙 反复地实施弱点攻击 就像恶魔玩弄无助的猎物一般 难怪叫做灵灭世界 这技能真变态 但是可以看到弱点 或者还能在其他方面利用一下 过了一阵子 原本乌漆漆的天空 陡然升起了一抹亮光 奇异博士队长发现这么久都没有意志 于是他打算上去看 要真有事无非也是早死晚死的区别 这样想着他就朝着秘境路口走去 没多久山间就传来一阵惊呼 这是怎么回事 看着满地的尸体队长满脸不可思议 以及通缉犯于静志愿顾戎 还有他的部下全都被干掉了 他们为了追捕固容 已经牺牲了四只冒险者小孩 没想到就这么完蛋了 那秘境里面什么情况 秘境里面似乎被一场巨大的冰暴封住 没有一个活着的怪物 队员问到那秘境的boss呢 队长此时一脸惹上市的神情解释 boss被我打碎了 刚刚看到他被冻住 想确定他死了没有 谁知道一挺就倒了 那他到底死了没有 没有物品和经验掉落 应该是死透了 那秘境入侵还算数吗 队长看着倒在地上的魔王 并且刚转学过来的女神 也对他亲爱有加 就在刚刚 宁峰回到别墅 看到杜安一副惭愧的模样说 大佬 我能力不足卡在四十五层 宁峰健壮拍了拍他的肩膀鼓力道 不要紧 先休息几天吧 之前主要想让你了解 试炼秘境的情况 过几天我会给你安排一次魔鬼特训 听到宁峰没有放弃自己 杜安顿时痛哭流涕 随即立马打起精神 要去给宁峰准备大餐 然后在宁峰的目送中愉悦地离去了 而宁峰也趁这个间隙 拿起手机玩起了游戏 刚登录游戏 就看到冯前辈发来的消息 宁峰好奇他找自己干嘛 没想到点开一看 却是冯老找自己开黑的消息 宁峰顿时懵了 这不是被盗号了吧 直到冯老再次发来一段语音 他这才相信这是冯老本人 没想到冯前辈表面一本正经 居然还有这种爱好 当侠谷传来胜利的响声 宁峰立马夸赞冯老的技术牛批 表现优异的能免是录取任何一家大学 并且给予最好的资源培养 我手上有两个名领你敢不敢进去 听闻宁峰也思索起来 本来觉得自己拥有敬奏 其实上不上大学都无所谓了 但是将来要跟神明为敌的话 自己一点战斗经验都没有是要吃大亏了 想到这他立马心高采烈地 将两个名领收了下来 秦宇是第七中学 一众学生还在吐槽着 今年的大学考核难度大时 上课铃声突然响起 齐老师带来了一位新的转学生 班里的男生顿时纷纷露出了诸歌像 紧接着转学生便介绍起自己 见到他铃峰立马想起来了 他不就是之前在逆境里面的长木秋吗 同学们听到也十分惊讶 那个全国超新新榜排名第四的长木秋 怎么会跑到咱们这种小地方 这时候长木秋主动问自己 可不可以坐到铃峰旁边 虽然不理解 但是齐老师也尊重他的选择 随即他便来到了铃峰隔壁坐了下来 还没等铃峰反应过来 班里中男生的渡火已经燃烧起来了 然而在校长室里 长木秋原先的校长跑过来心事问罪 他不仅仍走了 还带走了一个训练营的名额 这是要影响他们学校升学率的呀 方校长陪着校 这个训练营全省都只有四个名额 现在加上长木秋的话 就有三个落在他们学校 难怪张校长千里迢迢跑来问罪 这下子发财了 这时门口传来一阵敲门声 吸引了他们的注意 刘助理走了进来跟方校长说 校长 有人想见你 说你电话打不通 方校长好奇是谁找他 他跟张校长谈事情 将手机静音了 然而听到是冒险者管理局的冯乐来 他们就丧失了刚刚的冷静 随即连忙跑到冯老面前握住他的手 这位可是平常只能在电视上看到的大佬啊 他小心翼翼地问道 冯局长 不知道有什么可以帮到您 冯老这时介绍到他的孙子冯瑞 他想将自己的孙子转到这所学校读书 张校长听闻直接将下巴给惊掉了 冯瑞是全国超新新榜排名12的天才 他的职业是暗黑系的血缘骑士 当时还是担心黑暗之力失控美展示全部实力 不然都能冲进前五名 为什么冯老的孙子会来这种小学校 而且超新新榜都有训练营的名额 这不是说他们又平白无故多了一个名额吗 这时冯老再次发话 还有就是我们管理局有两个训练营的名额 打算指定给贵校的学生 张校长这下彻底绷不住了 凭什么这破学校有这么多名额 方校长比了个胜利者的手势 张校长 我这里也挺忙的 就不留你了 随即便让刘助理送客 听到那两个名额是要送给冯峰 方校长很讶异 他不是刚觉醒不久吗 能去训练营吗 冯老也不回答 直接到这是管理局的安排 不用多问 冯峰这边很是疑惑 他的身边围着越来越多的人 并且连汪月几人都转到这个班 这时徐庭开头解释 由于赵成弃权将名额点了他 而且冯峰将一个名额点了大树 所以今年参加训练营的人都在这里了 大树和冯锐在商业互吹中 而汪月和长木秋对视的一瞬间 就磨擦出巨大的火花 长木秋没想到 被冯峰大佬吸引的人有这么多 这更加激起了他的斗志 自己一定要加倍努力不让大佬嫌弃 而且自己还有个礼物要送给他 想到这他顿时翘脸通红 他那有说有笑的画面 也给其他同学看得一清二楚 为什么冯峰跟那群超新星关系那么好 这个阵容哪怕放在全国都是相当豪华 身边突然热闹起来的感觉 让冯峰觉得很不乱 不过他也在想着 赵成弃权是怎么回事 难道都没人在意他失踪的事情呢 一凭普通的魔法药剂 便可治愈体内积累多年的暗伤 只因这是魔王记忆中的神秘配方 就在刚刚 冯峰一把掏出一团礼物递给宁峰 大佬 这本技能书是我前段时间的战利品 不知道你能不能用得上 宁峰打开一看 没想到这竟然是召唤法术 召唤法师是非常稀有的职业 所以这类技能书也很难买到 这本技能书很值钱 看到被冯瑞抢先送了 长木秋也立马将自己的礼物拿了出来 而他的礼物赫然也是稀有的职业 战斗法师的技能书 但是冯峰暂时学不了这两个技能 开学前本来想去第二处也是秘境升级的 却没想到那个秘境无法进入 只因为这个秘境需要组队挑战 开启人数就需要五个人 当时不太清楚那个秘境的信息白跑一趟 也没能解锁新的技能来 这两本技能书确实吸引人 自己也需要笼络一些人作为自己的信息来源 想到这他微微一笑 非常感谢两位的好意 我这边也没什么好的回忆 随即他掏出两个礼物 这里有四十瓶高阶经验药水 你们一人一半吧 听说这是苍瑞工会独有的药水 只有他们重点培养的内部成员才能优先获取 这东西价格极高并且很难买到 大佬居然随手一送就是四十瓶 自己绝对要报警这样的大头 这时汪月从一旁探出头来 大佬 我也有礼物送给你 凝峰一个白眼给过去 汪大小姐 你有什么事 汪月黑黑一笑 威哥新炼制出一种药剂要我转交给你 说着他将手中的药剂递给凝峰 凝峰正正地看着他手中的药剂 回到别墅 杜安问道今天怎么这么早回来 凝峰解释参加训练营的学生 都可以自行安排时间 学校没什么事情我就提早走了 而杜安此刻的心情有些慌 之前大佬说这周要给自己进行魔鬼训练 都过了几天了都没有提起这事 会不会把我给忘了 然而下一刻凝峰就掏出汪月给的药剂给杜安 这是徐薇刚炼制出来的滋养药水 可以治愈体内长期积累的暗伤 你先喝一瓶 然后咱们开始魔鬼训练 杜安十分激动地拿着药剂 大佬你就是我的再生父母啊 随即他咕噜咕噜地将药剂喝了下去 然后他立马感觉到身体暖洋洋的 以前不舒服的地方也轻松了很多 这确实是好药剂 哪怕凝峰之前被静咒打中留下的暗伤 喝了一瓶之后几乎都痊愈 随即宁峰吩咐杜安 接下来要进行魔鬼训练 只要按照自己的要求去做就好了 杜安立马收到 开始前宁峰刻意嘱咐 要是撑不住要立马说出来 感受着越来越凝重的气氛 杜安脸色肃然 随着宁峰使出技能灵面世界 杜安身体上的弱点也暴露在宁峰眼前 根据技能的提示 宁峰看到他肺部的损伤正在恢复中 那应该就是滋养药水的效果 宁峰打算先说出杜安身上的弱点 并且打算针对性展开训练 随即便告诉他 第一点是原力超载这个技能不适合你 会对肺部造成损伤 第二就是技能搭配错误无法顺场连招 后面又说出几点问题将杜安彻底震惊 大佬真是厉害 一眼就看出问题所在 随着杜安换好装备 课讯正式开始 没几个回合杜安便败下阵来 还好有之前那群小白鼠让宁峰熟悉了这个技能 不至于伤到杜安的意识 虽然痛苦还是不可避免 但胜在有效 而杜安为了不让宁峰失望 也努力站了起来 他要变强成为宁峰大佬的助力 半个月时间很快过去 训练常理 凶狠的魔物怒吼一声 杜安知道攻击要来了 于是立马跳起来躲开攻击 随着他大喝一声 手中的利刃猛地刺入魔物的身体 伴随着他的一声哀嚎 杜安以一个漂亮的后空翻落到地面 他坚毅地脸上充满了自信 继续挑战下一关 冯老和苏兰此时震惊地看着杜安 没有下一关了 目前只有这么多怪物的资料 听闻此言 杜安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 随即靠后倒了下去 此刻的他激动得泪流满面 冥峰大佬 我是不是成功了 而冯老同样也很兴奋 仅用了半个月 就将一个四转冒险者调教成这样真是神迹 我们管理局一定要和他搞好关系 由于太过激动 他脑袋又冒起了火焰 看到这种情况 苏兰十分担忧地探着冯老 冯老就显得十分扩大 能活到这个年纪已经赚到了 苏兰觉得冯老将外孙都转来这里上学 应该已经有了偷孤的念头了吧 他看向冯老问他 大佬会不会知道缓解黑暗之力的办法 但是这个谁也说不准 随即冯老便打算先带杜安去参加试炼秘境 由于赵成了失踪 他的父亲也十分担心他的情况 这是一个马仔进来报告 老爷 还是没有少爷的消息 要不要报警 男人呼出一口气 再等等吧 我请了一个高手帮忙调查 最近可能会有消息 接着他站起来询问学校的情况 马仔已经以参加特训的理由 帮赵成请了长假 校长虽然可惜 但是也没有多问 听闻他也没有多说 吩咐了一句不要打扰 我就转身离开 随即他来到了赵成的房间 看着墙上儿子的照片 他也隐隐有些故乡的预言 紧接着他按下一处位置 强力刷的一下向两边打开 露出条通道 看着通道他抬起脚就走了进去 直至来到一处类似阵法的地方 渡安挑战神志逆境成功 世界等级首次迎来进化 宁峰将要面对十二主神的威胁 就在刚刚 七大工会的会长聚集在苍瑞工会 这时冯老带着杜安出现 几位会长立马迎接上来 你好杜先生 我是微语工会的刘应珍 很高兴能在这里见到你 杜安有些意想不到 这几位会长都是五转的强者 就算是自己以前的师傅 都没办法让他们一起出面 神明的现身确实让他们乱了阵脚 而哪怕面对神明 也能保持从容的也就只有大老 这般大张旗鼓地迎接 一个四转的冒险 让苍瑞工会刚突破五转的 蓝毛会长有些不满 并且这些老油条 还拿自己的秘境来送人情 真天安的不要脸 一群人浩浩荡荡来到 试炼秘境的入口 苍瑞工会的蓝毛 这是阴阳怪气的开口 杜先生 大家都想欣赏一下强者的风格 希望您能够允许我们 通过秘境的法阵进行直播 殊不知他这话正和杜安的心意 正好他也可以将画面 传给宁峰观看 七大工会的会长面面相许 手机那边就是神秘大佬吧 要不要出镜混个脸熟 此时的宁峰正在别墅 拿着暴母花 悠哉悠哉的看着电视 收到消息他立马查看起来 而杜安这边已经用自己的实力 像刚刚还看不起 他的几个工会会长镇进来 从三十层到四十层 再到五十层 没有丝毫的停顿 这已经超过了 刘会长攻略的层数 直到出现在他面前 杜安谋中的战役越发浓郁 给着怪物倒地的声音 杜安也终于成功通过试炼 秘境外的众人 纷纷露出不可置信的神色 居然挑战成功了 正在这时杜安 突然被眼前的一幕吸引了注意 只见他面前 突然涌起一阵剧烈的亮光 丁 恭喜获得神明的恩赐 一面盾牌缓缓飘落 丁 奖励内容为神之敬重 会长们也没有想到 神明的恩赐居然是敬重 蓝毛此时长子都悔情了 这明明是我的秘境 手动奖励怎么到了别人手上 这时候秘境的法则 检测着杜安的身体 丁 检测到宿主冒险者 职业不够完善 无法习得尽重 杜安煞时间呆愣了几秒 随即便看到奖励 自动调整为神赐灰激 由于你的职业属于力量系 必有神明为十二主神的真元圣灵 你有三条不同的职业路线 请选择进阶的方向 这三条职业路线分别为 武灵剑尊 以气域剑杀伐火断 武级斗圣 不借助外力 一拳一脚皆是不容小觑 武道兵先 擅长使用各种武器 杜安没有由于 立马选择了第一种武灵剑尊 毕竟自己的武器是短剑 武灵剑尊会更适合自己 伴随一道金光闪落 慢慢凝聚成一道灰激 丁 恭喜获得宁气灰激 神赐灰激由神力凝聚而成 蕴含着宇宙之中的本源灰子 随着提示 杜安也将灰激吸收到体面 而由于杜安通关密集 世界忽然产生了某种变化 快看上面那是怎么回事 只见天空高高挂着一道提示 完成神之试炼越跪成废墟 世界等级加一 神赐灰激掉落提升到1% 此时各地的人们纷纷望向空中 这是怎么回事 天空突然就多了一股文字 明峰同样发现了世界的变化 而同时他通过试炼秘境的任务 也显示已完成的状态 世界等级加一 这是面向世界的公道 杜安也在此时出来了 刘会长明白他的实力 已经不能以四转来评判了 或者全世界的力量体系 都会因为他的存在而变 想明白这一点 几大工会的会长 纷纷向杜安抛出橄榄枝 杜安只能无奈表示 他并没有加入任何工会的想法 回到别墅后 杜安十分激动 自己没有辜负宁峰的期望 由于当时手机看得不是很清楚 宁峰画了一个形状询问杜安 当时的神赐灰激 是不是类似长这个样子 杜安听到后惊呼出声 大佬你也知道这种灰激 宁峰解释之前打布本的时候 得到过一个 后面送给汪月了 随后他便思考起来 杜安说神赐灰激 第二个主神 冰的敌人已经出现 其实力已经远超 冒险者管理局的风貌 国王多年的布局开始显现 就在刚刚 由于杜安成功挑战试炼秘境 为了夺得神赐灰激 各大工会纷纷开始寻找更多秘境 而杜安完成了试炼后 系统就判定 鸣峰的任务已完成 说明只要掌握通关试炼的人 也能够将这份力量为自己所用 但是如果通关的是我的敌人呢 神赐灰激倒是小事 但通关秘境后 有可能会得到静咒 一旦静咒被敌人拿到 必定会对自己产生威胁 如果自己的存在暴露 给神明必然会引发更大的打法 想到这他叹了口气 有没有什么办法 能够让通关秘境的都是自己人啊 这事杜安有些不安的开口呢 大老 当时我还做了一件事 不知道对不对 他回想起在苍锐工会发生的事情 刚出秘境 蓝毛便说按照合约 是连秘境的奖励 他们工会是要回收的 杜安文言直接掏出其余的奖励 神赐灰激已经被我吸收了 剩下的东西都在这里 蓝毛当即就炸了 不行 你必须要留下神色规定 但也只能想想蓝 其他体人看到奖励的内容后 也都惊讶起来 竟然是橙色套装部件 高阶宝石 并且还有一张遗忘药水的配方 这种药水可以清除一项指定技能 让技能蓝重新变成空置状态 有了这种药水 等于多了一个选择的机会 这可是改变世界的灵量 只要垄断这两种药水 我们工会就能吸引到更多的强力 于是为了不让杜安泄露药水配方 他拿出合同规定和补偿 打算堵住杜安的子 但杜安此时却直接打断他 那张药方之前 我就在神秘大佬那里见过 即便我不透露大佬 也会制作这种药水 听到这个消息 几个会长瞬间不淡定了 但是蓝毛还是不相信 这种文献都没有记载的东西 怎么可能被人掌握 杜安瞧见 他这自负的态度也沉默下来 而蓝毛见杜安没说话后 更是猖狂 属于我和施宇的东西 谁也夺不走 这时杜安微微叹气 其实你们的高阶 经验药水大佬也有配方 而且早就炼制出来了 一番话把蓝毛震惊的当场实话 反应过来的 他满脸的不感知性 这怎么可能 其他人脸上也是充满了震惊之色 大佬居然知道密尽里的东西 杜安这样牛皮莫非 早就用上这些药剂了 难怪宁峰随随便便 就能拿出四十瓶经验药水送人 冯老一想到自己孙子 已经抱上大腿 打算再待下去 在众人的目光中潇洒出去 路上冯老也向杜安打探 大佬那里有没有其他要紧 黑暗之力已经将他的身体 浮化了七八层 但是他也想多活几年 可以尽量陪陪自己孙子 杜安只好安慰自己 可以帮忙问一下 冯老立马抱拳感谢 回到现在 杜安一副愧疚的模样道歉 我不应该擅自做决定的 冥峰也没有怪罪他 冯前辈的盲能帮还是要帮的 就是不知道滋养药水 对他有没有作用 想到这他立马让杜安找个时间 去给冯前辈送几瓶滋养药水试一下 而杜安拿着药水去找冯老 却被告知他并不在 于是便让苏兰帮忙转交 然而苏兰拿着药水去找冯老家 却连冯瑞都没有找到 苏兰很疑惑 他在这人生地不熟的能去哪 但他们不再也只能明天再来 然而他没注意到 一丝非暗之力 同门缝里涌动出来 冯瑞此刻仿佛在经历着什么折磨一半 他的脑海中有个声音 一段折磨着他 你想救你爷爷吗 只要你沉浮于我 我就实现你的愿望 冯瑞大口喘着粗气 我可是冯瑞的孙子 怎么可能与恶魔做交易 呵呵 那就看看你能嘴硬多紧 等你爷爷死在你面前的时候 希望你还能这么死 这话也确实让冯瑞心生担忧 这时宁峰突然从一旁跳了出来 怎么了冯瑞 你的状态好像不太好啊 要不要来把游戏提提神 然而冯瑞是个好孩子 怎么会在学校玩游戏 冯峰只好说 等冯瑞回来再一起三拍 听到这冯瑞的心情 又开始低落下来 爷爷是为了我才学的打游戏 因为小时候 我的父母做任务是牺牲了 我受到很大的打击 变得不爱说话 整天把自己关在房间里 爷爷又不知道怎么安慰我 但他知道 我以前很喜欢打游戏 于是他便偷偷跑去学习 在我最难熬的时候 是爷爷一直陪着我 才让我从阴影中走出来 所以我很感激 然而回到管理局的冯瑞 也没闲着 几天前两个罪犯 出现杀害了两个冒险者 连他们的家人 都没有幸免一难 黄毛彭克就是他们 当年亲手抓捕 彭克的目的应该是报复 然而两位冒险者 都是四转强者 为什么会败给 两个三转的罪犯 而且还眼睁睁看着 全家被杀 这是一个眼镜男 拿出冒险者家里的监控 画面里两人在客厅对峙者 但是刚过没两招 冒险者就对对方一招干啪 紧接着刷刷一套连招 便夺走了冒险者的性命 看到这一幕 管理局的人都面露不可置信 这实力明显已经超过了五准 正面对决 哪怕我也不是他的对手 这几年这些家伙 到底经历了什么 为了将冯瑞收为自己的弟子 魔王竟然派了两个徒弟 去说服他 彭老为保护孙子 打算拜师神秘大王 就在刚刚 彭克和古英来到赵成家 赵爸连忙询问 有没有找到他的儿子 但彭克显然也没能 找到他儿子的下落 不过他在搜索的时候 感受到一股 极为强大的黑暗之力 赵爸不懂这是什么意思 彭克只好跟他解释 低级的眷顾者 只能通过魔王大人的恩赐 使用黑暗之力 就像之前死在这里的那个人 但是真正的眷顾者 会被魔王大人召唤到身边 亲自叫的 那段时间我们会与外界失联 在秘境中修炼很长一段时间 你儿子的情况 跟我们之前有点像 所以我们怀疑他 可能被某个魔王选中 获得进入秘境修炼的资格 赵爸立马询问 是不是跟教程 一直在进行的仪式有关 彭克也不是很确定 我检查过你儿子 祭祀用的暗示 确实是通神仪式 以他的资质 只要坚持献祭 肯定能得到某位魔王的亲爱 听闻此言赵爸 瞬间兴奋起来 太棒了 以后汪氏集团那些人 拿什么跟我走 这时候彭克拿出一张纸条 递给赵爸 还有赵老板 吃完饭后 还得麻烦你派人 把我们送到这个地方 我们要去探望一个未来的师弟 此时的冯瑞 陷入了回忆中无法自拔 自从他爸妈去世后 世上就只有爷爷这一个亲人了 这时传来一阵门铃声 打断了他的思绪 他好奇这么晚 会有谁来找自己 打开门后 映入眼帘的是两个标形大汉 彭克问道你就是冯瑞吗 得到肯定的答案 彭克就想进屋里聊 但是冯瑞也感受到 他们身上的危险气息 他谨慎地询问你们是什么人 彭克表示自己 只是替师父来看看你 将来你还得叫我师兄吗 彭克顿时一惊 师父是谁 彭克便一把抓住冯瑞的头 真没有礼貌 居然对师兄出手 冯瑞此时还想拍开彭克的手 但彭克丝毫没给他这个机会 又是一巴掌将冯瑞打出内伤 师父叫我过来劝一下你 我想现在你可以冷静一下了吧 师父很看好你 可以赐予你强大的力量 还能拯救你的家人 你只要点点头 就能成为顶级强者 但冯瑞哪里肯屈服给邪恶 狠狠地说了一句做梦 这时候古英走了出来 师兄 我进屋看了一下 冯局不在家 彭克一脸的惋惜 我还想跟前辈打个招呼呢 听到他们在说自己爷爷 冯瑞气得浑身发抖 不许伤害我爷爷 瞧见他这模样彭克也没了幸尘 我给你三天时间考虑 如果你想救你爷爷的命 就答应拜师 咱们既往不救 如果你不答应 那三天后就是你爷爷的死期了 那张照片还是很适合做一照 某处野外部落副本 冯峰这几天都在寻找秘境练集 可惜没找到合适的 只能找些普通的秘境积累实战经验 忽然一个牛头人攻击过来 冯峰自信地举起粉杖 一股浓郁的能量从法杖中迸发而出 冯峰轻轻一挥 眼前的牛头怪 便在巨大的爆炸声中变成灰烬 照这个速度下去 为了完成任务 就得对附近的秘境下手了 这是他的口袋传来一阵抖动 原来是杜安的电话 大佬 冯前辈拜托我问你一件事情 听出杜安有些犹豫的语气 冯峰还以为有什么难办的事情 这是杜安解释道 冯前辈想要拜神秘大佬为师 想问一下你的意思 这里是十二医院 宁峰得知冯瑞受伤便跑来探望了 你恢复的怎么样了 冯瑞笑着说自己没什么大碍 但是还要检测一下 自己的非暗之力是否失控 所以还得住几天医院 他们在这里聊天的时候 冯克两人的危险让国家都重视起来了 但是也没有丝毫解决的办法 冯老抱着最后一丝希望向大佬求救 没想到大佬居然答应了 杜安这时嘱咐道 冯前辈 这不是拜师收徒 只是找机会帮您特训 大佬喜欢平静的事 但也不想看到恶人逍遥法外 大佬需要有一个隐喻独立的训练空间 方便他使用也能顺便给您做特训 这时病房里传来的声音吸引了他们的注意 喂 你们来干什么 冯老和杜安听到后马上向病房跑去 病房内出现在冯瑞面前的是彭克两人 你们来干什么 赶紧滚 彭克局气管 都怪师兄下手没个轻重害师弟住院了 师兄心中过意不去来给你赔个罪 彭克跑进来看到这一幕 直接气得冒凑地寻凶鼓 彭克丝毫不慌 冯局长 您该不会想在这种地方跟我动手吧 冯老心中恼怒 但也没做出什么动作 彭克见他不动手心中更是不屑 既然不打分动手 那我们就先告辞了 师弟 别忘了你还有两天时间考虑 说完便带着古英离开了病房 走出门口的时候 古英还吐出一口口水 吐在了杜安身上 笑得甚是嚣张 冯老这事也恢复过来了 对着杜安说了声抱歉 杜安连忙摆手说 这不是您的错 在场只有宁峰始终一脸的轻松 吃水果吗 这水果看着挺新鲜的 别浪费了 彭克以为他们的任务快要完成了 晚上还叫了两个小姐姐一起喝酒 他们搂搂抱抱玩得不亦乐乎 彭克这时舔了舔嘴巴 听说汪氏集团的千金挺不错的 赵爸瞄懂 汪月那丫头本来小城打算留作祭品的 您要是喜欢的他就是您的 在彭克落得哈哈大笑时 他身后的墙壳突然爆炸开来 顿时好好的屋子里涌起一大片烟尘 带着面具的杜安和凌峰同烟雾中指出来 赵爸立马站了起来大声质问 你们是什么人 杜安此时开头 除了彭克 古英 其他无关人员速速离开 听到是来找他们了 彭克和古英顿时兴奋起来 黑暗之力不断涌动 下一刻古英猛地窜出 他拿出武器就向杜安袭去 杜安这时快速地拔出武器 请用一只手便挡住了古英的攻击 见自己的攻击被挡古英明显呆愣下来 此时杜安已经大概知道 对方的实力已经超过了无准 如果不是大佬为我进行特训 又让我获得了神明的恩赐 我可能会被他瞬间秒杀 古英面露不敢置信 这个家伙居然能挡住了我的攻击 此时他的脑袋疯狂运转 他肯定是用了所有的力量挡住我一瞬间 然后让后面那个法师趁机进攻 难道你们以为用这种战术就能打败我吗 然后他立马寻找凌峰的身影 只见凌峰悠呆地找了一个凳子坐下 他把武器随手放在一边 并且还拿起一包瓜子扛了起来 这把古英就不配了 啊